悔改真意 作者汤姆华森 给读者的信 亲爱的基督徒读者 圣徒今生有两大恩惠是绝不可少的 就是信心和悔改 他凭这两扇翅膀飞向天堂 信心和悔改保存人属灵的生命 犹如热量及事宜的湿度 保存天然的生命一样 我在本书中讨论其中一个恩惠 就是悔改 教父屈梭多摩认为 在阿卡迪奥斯大帝面前 最适宜宣讲的信息 便是悔改 奥古斯丁睡卧在床的时候 请人把悔罪诗篇抄录在他面前 经常戏悦 纵泪满面 悔改永远不会不合时 他正如工匠的工具 战士的武器 随手派上用场 若我的想法不错的话 现今时代所需要的 是一些实用的指南 过于争议辩论 我起初原想把这些默想的内容 埋藏在书桌里 让他悄然计面 可是又深感这时代 急需要这样的信息 故此打消了原先的决定 把他展示工人审愿 悔改有排构清洗的功用 不要惧怕这一副药方 正如屈梭多摩说 要击打你的灵魂 击打他 这一下能救他免死 我们对罪若有更多的疮痛 眼眶更涌出泪水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样 我们便清楚看见神的灵 在悔改的泉水运行 虽然波涛起伏 却清澈纯净 泪水的滋润 使罪干枯 使神的怒火消灭 悔改 使敬前得以滋长 开怜悯的窗户 我们起步归主时 心灵痛悔愈多 日后的悔意愈少 信徒啊 你苦恼愁烦 是否为了其他事物 而不是为了罪 属世的眼泪洒在地上 唯有敬前的泪宝 存在瓶子里 千万别以为 敬前的眼泪是多余的 不必要的 教父特土梁说 他出生在世 就是为了悔改 别无其他目的 罪弱不被淹没 灵魂则被焚 不要说悔改难若登天 凡卓越的美事 必然要竭力追求 一个绝金的人 不会因为流汗而停工 穿过困难进入天堂 胜于叔叔伏伏往地狱 被定罪审伦的人 是否不惜任何代价 求神派使者 来宣告神的怜悯 悦纳他们的悔改 他们的叹息 声音如雷响 传达天上 泪水如何泛滥 可是已经太迟了 他们的眼泪 只可以为自己的愚昧而流 再也得不到怜悯了 因此 朋友 当我们还在坟墓的这一边 就当与神和好 明天说不定就是生命的尽头 今日就悔改吧 我们该效法古圣 鞭策灵魂 牺牲欲望 披上麻衣 指望得到白袍 彼得曾在泪水中禁欲 敬前的女士宝拉 像乐园的小鸟 在罪恶的灰尘中 自卑痛悔 除了个人的差错之外 全地都审溺在可怖的境况中 呼唤我们献上眼泪 忠贞纯洁 非不复存 这个时代 正如先前在诸省中 做王后的 其他国家的河捆 围着我们的河捆下败 可是 我们的荣耀 岂飞如鸟飞去了 前面还有什么严酷的遭遇 我们无法预知 但星云浓雾 急已升起 恐怕雷轰即将临到 这一切岂不该唤醒我们 激起谦卑俯服的灵 天风以四方八面吹来 我们岂可仍在 桅杆顶上审睡 啊 愿我们眼中的同仁流泪不止 我这序言不再多说了 但求神祝福这本册子 让它如箭射出 虽然向无地放食 也能指向标杆 至罪于死地 这是我深切其愿的 我是你灵魂幸福的助导使者 Thomas Watson 1668年5月25 第一章 初探 保罗被铁土罗诬告为叛徒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谱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使徒行传第26章记载 保罗在肥氏都和亚基帕王面前 做了一番申辩 保罗不愧为雄辩家 他对王的公事包括 一 用手势 他伸手分诉 这是当时演讲者的习惯 二 用言词 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今日所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实为万幸 接着 保罗从三方面肯切陈述 叫亚基帕王差不多信主 一 他追溯 为信主前的生活方式 是按着我们交中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在尚未重生的年日里 他热衷于传统 任何抵挡的人 都被他错谬地赤眼灼伤 我把许多圣徒求在肩里 二 他追溯重生的经历 我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这光正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所发的光 我就听见 有声音用西伯来画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身体急受了伤 天上的头这样呼喊着 保罗见这光 听见这声音 大大惊慌扑倒在地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这时 保罗就自我解脱出来 一切自以为意的意念消除了 他接续在基督的意上 对着天堂的盼望 三 他追溯信主后的生活方式 从前逼迫人的 如今当了传道人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 只是你的事证明出来 保罗这被拣选的器皿 被上帝拯救改造过来 他实在多多劳苦做义工 正如他昔日拼命伤害信徒一般 以往 他逼迫信徒至死地 如今他传道叫罪人得生 上帝起初拆他到大马色的犹太人那里去 后来扩张他的疆域向外邦人传道 他所传的主题是 应当悔改归向上帝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衬 多重大的课题 我不想辩论信心与悔改的先后次序 当然 信徒生命最先表现的是悔改 可是 我觉得信心的种子必先在心田中动工 假如一支点亮的蜡烛带进房间来 当然先见其光 但蜡烛本身先于光 因此 我们先看见的是悔改的果子 而信心的萌芽必然在先 信心在心中萌芽先于悔改 这观念起源于悔改是一项恩典 只有活着的人才可以承受 既是这样 人的灵魂若非有信 怎能活着呢 一人必因信的生 西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 所以 在悔改者心中 必然有一点信心的种子 否则便是死的悔改 毫无价值 无论信心悔改谁先谁后 我深信悔改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人不悔改就无法得救 保罗沉船后 屏幕板挑服物有水上岸 我们在亚当里都沉了船 悔改就是沉船后 唯一的木板游往天堂 信徒有重大又严肃的职责 就是要悔改归向上帝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德已涂抹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 从这里三个见证人的口 确认了这真理 悔改是最基础的恩典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因此任何信仰若不见机在这真理上 就必倒塌 悔改是一项恩典 是福音的要求 有人认为这是律法主义 但基督首次开口传道 就吩咐人要悔改 他升天前临别的话 也强调这点 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使徒们一切所行的都是遵从这话 他们就出去 传道叫人悔改 悔改完全是福音的恩典 平行为之约是没有悔改的 犯罪者死 悔改是从福音而来 基督用血做了买赎 叫悔改的罪人得救 律法原要求个人完全的 终生的顺服 达不到这标准的都受咒诅 凡以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律法不是说 凡不能完全顺服的 应当悔改 而是说它要被咒诅 因此 悔改的教义只有在福音里显明 悔改是怎样做成的呢 成就悔改的过程有二 一 上帝的道成就悔改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上帝使用传讲的真道 推动悔改的果效 上帝的道有如大锤 有如火 锤用以打碎 火用以融化人的心 上帝的道能大有功效地 被传出去 是多么大的祝福啊 那扑灭天堂之光的 若想逃脱地狱 真是难上加难了 二 上帝的灵程就悔改 传道人不过是管风琴而已 他们的话产生功效 乃是圣灵吹气在他们身上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圣灵与上帝的道同工 光照人心 叫人归向上帝 圣灵触摸人的心 人心便在泪水中融化 我必将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魏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试看上帝的道在人身上 有许多不同的反应 相当有趣 有的人像听桥那讲道 心中柔顺 泪流满脸 有的听道像笼子听音乐 毫无反应 有人因上帝的道向上 有人反而向下 同样的泥土 种出葡萄 也种出苦菜来 为什么上帝的话 有如此不同的果效呢 乃因上帝的圣灵 把真道带进这人的良心里面去了 却没有进入那人的良心 这人接受了圣灵的恩高 那人却没有 啊 让我们求上帝 使露水和曼那齐降 让圣灵与真道同行 礼仪的车辆不能再人上天堂 除非圣灵与车同行 第二章 假悔改 认识真悔改之先 我先说明什么 不是真悔改 有好几种假的悔改 奥古斯丁因此说 许多人在悔改中被定罪 他指的是虚假的悔改 人在伪装的悔改中自欺 第一种虚假的悔改 是在律法面前的恐慌 人在罪中沉浸日久 终于被上帝捉住了 叫他看见自己正奔向绝路 他苦恼极了 过了不久 良心的风暴吹过了 他平静下来 于是他认为自己已经真正悔改了 因为他经历了罪的苦况 不过别被他愚弄了 这不是真的悔改 亚哈王和犹大 内心都曾苦恼了好一阵子 但是方寸大乱的罪人 和悔改的罪人 完全是两回事 罪就感足以产生恐慌 唯有恩典地融合产生悔改 若是痛苦烦恼 足以叫人悔改 那么地狱里定了罪的人 都罪该痛悔了 因为他们的苦况已年已复加 悔改 在乎内心的回转 人可以充满恐慌 内心却没有转向 另一种假冒的悔改 是聚罪的决心 人可以立志发誓 却尚未悔改 你说 我必不悲逆 这是个觉知 但看看下面的话 你在各高岗上 各清脆树下 屈身行淫 他虽然隆重地定了婚 却与神若即若离 追随他的偶像 我们曾经看见一个人 垂危在病床上 向神怎样苦苦哀求 若上帝医治他 他便如此这般 可是 他的心依旧充满坏事 在新的试探里 救人的心态显露无遗 决心离开罪恶 有几种可能 一 由于眼前的绝境 不是因为罪恶可恶 而是因为罪使他痛苦 这决心可能会消失 二 由于惧怕将来的厄运 怕死怕地狱 我就观看 有一匹灰色的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做死 阴符也随着他 罪人知道死门当前 难逃审判台 他有什么不肯做 有什么事不肯发 病床上发的事 会因贪爱罪而被试 情急之下的绝志誓言 万不可靠 他在风暴中发起 在风平浪静中消失 第三种假冒的悔改 就是离弃恶习 我同意离罪是重大的举动 人是罪如宝 宁肯不要孩子 也不愿放弃情欲 我岂可 为心中的罪恶 献我身所生的吗 人可以离罪 却没有悔改 人可以离开某些罪 却仍保留其他罪 正如西律王多方 自我革新 却丢不下乱伦的罪 人会放弃旧的罪 为要享受新的罪 好比辞调就佣人 请个新佣人 这是罪的更替 罪更换了 心却仍然未改 人少年做浪子 老来放高利贷 奴隶被卖给犹太人 犹太人又把他 卖给土耳其人 主人换了 他却仍旧是奴隶 因此 人可以从一件罪 转到另一件罪 他仍旧是罪人 人离罪可能不是 来自恩典的能力 而是来自利益的考虑 他看出这罪虽然畅快 却对它有损 使它信誉有亏 或对健康不利 令财产损失等等 这样 出于谨慎的盘算 他放弃了这罪 真正的离罪 使恩典的动力灌注人心 较罪行止住 好比光线注入 黑暗便止住了 第三章 真悔改的本质 第一部分 接下去 我要描述福音里的悔改 悔改是上帝的灵的恩典 叫罪人内心谦卑降服 生命有可见的改变 再详细解释一下 悔改是属灵的药方 含有六种特别的成分 一 知罪 二 为罪忧伤 三 认罪 四 以罪为耻 五 恨罪 六 离罪 差了任何一项 就失了他的特质 第一项成分 知罪 基督治疗的第一步是开人的眼 浪子的故事中 浪子悔改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醒悟过来 他看清楚自己是个罪人 彻头彻尾的罪人 人归向基督已先 必须醒悟过来 所罗门论道悔改之道 也以这个为首要条件 他们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 回心转意 人必先知道自己的罪 知道心灵的顽疾是什么 然后才会真正谦卑降服 上帝起初最先创造的时光 同样 悔改的人最首要的是的光照 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眼睛的功用是视力和流泪 必先看见罪 才会畏罪流泪 因此我认为若不先知罪 人不可能悔改 很多人洞悉他人的措施 以为自己心地良善 却完全看不见自己有错 两个人同住一起 同吃同喝 却互不相识 你说奇怪不 罪人也是这样 他的身体与灵魂住在一起 一同工作 可是自己竟不认识自己 他不认识自己内心的光景 也不知道自己与地狱同行 人用面纱遮掩了自己的无知与自我中心 也同样遮掩了自己看不见的灵魂残缺 魔鬼像养鹰者带鹰一般带人 用套子封盖头部 使他盲目下地狱 刀臂临到他的右眼上 人对世上的事看得很透彻 但心灵的眼却迟钝不灵 他看不见罪的丑恶 刀临到他的右眼 第二项成分 为罪忧伤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诗篇三十八章十八节 安波罗修说忧愁是灵魂的苦涩 希伯来自忧愁 表示灵魂犹如被钉在木头上一般 因此 这节经文实在描绘了真正的悔改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他们感受到十架的钉子刺透泪旁 人悔改而没有忧伤 就如女人生产未经疼痛 人未经怀疑便相信 她的信心值得被质疑 同样 悔改而未经忧伤 她的悔改也值得被怀疑 殉道者为基督流血 悔改者为罪流泪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看这容器怎样倾倒下来 他心中的忧伤也从眼里清流 祭司洗浊用的铜盆 正是这样的双层洗浊盆 基督宝血的洗浊盆 平信把我们洗净 眼泪的洗浊盆 在悔改时把我们沐洗 真正的悔改 必然激动心灵 进入忧伤的景况 人能痛哭流涕 要感谢神 与天是好的 因他知道他不会后悔 这悔改 忧伤的饼虽然为苦 却是心间强有力 为罪忧伤不是表面的 乃是圣洁的苦楚 圣经里称之为破碎的心 神所要的计 就是忧伤的灵 也是撕裂的心 你们要撕裂心肠 还有其他字眼 拍腿叹息 垂着胸 身披麻布 拔了头发和胡须 这些都是内心忧伤的 外在表现 这样的忧伤为的是 一 以基督为至宝 基督对困扰的心灵 是何等宝贵的救助 这时 基督真正是基督 怜悯真正是怜悯 人心若未充满懊悔 就未适合基督进去 试想一个人 伤口鲜血永流之时 最欢迎的 就是手术医生来到 二 把罪驱除 罪带来忧伤 忧伤却能铲除罪 从上帝来的忧伤是良药 能把心灵的毒素避除 有人说葡萄枝子的蕊枝 可以治疗麻风病 同样 毁罪者流的泪水 也能医治罪的麻风病 咸泪水能杀除良心的害虫 三 带尽持久的安慰 流泪洒肿的 必欢呼收割 悔罪者在湿泪中洒肿 却收割美味 悔改把罪的恶流破除 心灵才得以安疏 哈拿痛哭之后离开 不再忧伤 神因人的罪搅动 她的灵魂 正如天使搅动池子一般 为要叫人得医治 不过 不是所有忧伤 都印证真正的悔改 真假忧伤的分别 犹如甜美的春泉 与咸涩的海水的分别 使徒说 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 到底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 有六种特质 一 真正属上帝的忧愁 是内在的 内在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内心的忧愁 假冒者的忧愁露在脸上 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他们愁眉哭脸 只此而已 像露水湿了叶子的表面 却不能渗透的土 亚哈的懊悔 只是外在的陈列 衣服撕裂了 但心灵没有撕裂 属上帝的忧愁 深入内心 向血管在内流血 心灵会因罪而流血 觉得扎心 人犯罪主要是 重新开始的 所以忧愁也该重新发起 第二层意思 对心理的最忧愁 最先发源生长于心理 保罗因肢体的绿忧愁 真正懊悔忧伤的人 是为内心搅浑的自傲 与情欲忧伤 他忧伤的是苦罪的根 虽然并未长出行动的花来 恶人会为丑闻昭张的罪烦忧 但真正悔改的人 是为内心的丑恶悲痛 二 从上帝来的忧愁是真诚的 这种忧愁是因为得罪了上帝 而不是因为刑罚 他侵犯了上帝的律例 冒犯了上帝的爱 这是叫心灵溶于泪水中 人可以忧愁懊悔 却并没有悔改 正如贼匪因被捕而懊悔 不是因为自己偷了东西 而是因为要受罚 假冒的人忧愁 是因为罪的恶果不好受 我听过一个水泉 只在饥荒前夕 才有水流出 同样 除非上帝的审判临近 他们不会流泪 法老王为青蛙和河里的血仇烦 胜于自己的罪 可是 真正从上帝来的忧愁 只因得罪了上帝 虽然没有良心的仗要打 没有魔鬼要控诉 没有地狱的刑罚 这人的心灵依然忧伤 因为触犯了上帝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大卫并没有说 刀剑的危险常在我面前 而是我的罪 啊 我怎能冒犯这么仁慈善良的上帝 我怎能叫我的安慰者忧伤 为此我心碎 从上帝来的忧伤 之所以真诚 是因为信徒深知自己 已脱离了地狱的炮火 不再被定罪 他依然忧愁 因得罪了那次他白白恩典 饶恕他的上帝 三 从上帝来的忧愁 是满心信靠的 这忧愁与信心结合 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我信 这里对罪的忧愁 与信心调和 正如带水点的云层 有鲜红的天红相送 鼠灵的忧愁 若没有信心的滑轮提升 就必审议 我们的罪藏在我们面前 同样 上帝的应许 也该藏在我们面前 当我们刺痛万分的时候 就当局目仰望我们的铜蛇基督 有人受世间的创伤 满脸浮肿连眼 也几乎张不开 哭泣把信心的眼睛弄下了 没有什么益处 若西陵里没有信心的 晨曦照亮 这忧愁并非出自谦卑 而是走向绝望 四 从上帝来的忧愁是大忧愁 那日耶路撒冷地有大大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 约西亚死的日子 两个日头落下了 全地举哀大大忧伤 同样 对罪的忧愁也该达这样的高峰 彻骨的哀痛 从心底发出哀叹 问题一 是否人人忧愁有同一深度 答 不 忧愁的果效有深有浅 比如生产必有产痛 但程度各有不同 有人天性强硬高傲 不容易叫他屈服 这种人需要更大的谦卑降服 比如骨节硬朗的木材 要更猛烈的斧刀才能砍开 有人犯的罪特别凶险邪恶 他们的悔改必须与罪行相衬 病人生痛疮 有的用针垫可以穿破 有的要用大刺针才成 罪大恶极的罪人 需要律法的大中来击打 有的人被赵高位侍奉 成为上帝重用的工人 他必受更重的谦卑磨炼 上帝拣选做教会注实的 必受更多雕琢 就如保罗 使徒中的王子 要在外邦人的君王面前 竖起上帝的旗帜 他的心必须被悔改得 真更深深刺透 问题二 这样 每个人对罪的忧愁 该有多深呢 答 这忧愁必须与世上 任何损失的忧愁同样深 人哭泣 眼必然红肿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丧毒生子 对罪的忧愁 必须超越世间的忧愁 得罪上帝的忧伤 必须甚于丧失亲人的忧伤 当那日 万君之耶和华 叫人哭泣哀嚎 头上光秃身披麻衣 这是因为罪 至于安葬死人 上帝反而禁止哭号和秃头 表示人为罪忧伤 必超越坟前的忧伤 这道理很明显 因为埋葬死人 不过是一个朋友离开 犯了罪 是上帝离开了 为罪的忧伤如此深重 该吞灭所有其他忧伤 比如胆识痛与痛风一同出现 胆识痛必然 眼没痛风一样 我们为罪哀伤痛悔的程度 必须达到犯罪当时畅快的程度 昔日 大魏悔罪的深切 必然超越他与拔是巴的欢愉 悔罪的忧愁程度 该使我们甘愿放弃 那叫我们得利 得欢乐的罪 人患病痊愈了 身体自然显得强健有力 信徒毁罪的程度够强 足把爱罪的倾向铲除 五 从上帝来的忧愁 有时需要付上赔偿 凡亏负了人 在交易中讹诈不公 就该按良心向人赔偿 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律法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 将所亏负人的 如数赔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归于所亏负的人 因此 撒该向人赔偿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还有 土耳其伟人 Salamus垂死之时 Piers劝他把 从波斯商人骗取的财富 拿来做慈善用 他却说 该归还给原主 难道基督徒的信仰 不该比土耳其商人的 可兰经更胜一筹吗 一个垂死的人 若把灵魂交还给上帝 却把不法所得之财 归给朋友 这绝不恰当 我想上帝 一定不会接纳他的灵魂 奥古斯丁说 不赔偿则没赦免 老拉特么也说 你若不偿还不法获取之物 你在地狱必咳嗽 问题一 人若讹诈了别人 后者却已去世 怎么办 答 他要把不义之财 还给那人的子孙 或继承人 若都已不生存了 那就该归给上帝 把不义之财 纳入上帝的仓库里 周继穷人 问题二 若那行不义的人死了 怎么办 答 这样 那人的子孙要做赔偿 请留意 若有人承继了产业 又晓得一下产业 给他的人讹诈了他人 带着罪就去世 那么 承继或管理这产业的人 凭良心必须偿还 否则 神的咒诅必及这家 问题三 若人讹诈了别人 却无力偿还 怎么办 答 他要在上帝面前 忠心自卑 答应那被亏负的对方 若上帝使他有能力 他必定全偿还为止 上帝必悦纳他这励志 六 从上帝来的忧愁是持久的 不是情感激动 撒几滴眼泪便算了结 有人听到会流泪哭泣 却只如四月春雨 一下子便没事 又如血管伤破 不一会儿便凝结 真正的忧愁 必须经常不觉 信徒啊 你灵魂的恶极经常侵扰 因此必须不住 以悔改来治疗 这种忧愁是 按上帝的心意忧愁 应用 人若从来没有经历 这从上帝来的忧愁 他离悔改实在极其遥远 例如 罗马教徒 他们致悔改的精粹而不理 把悔改变为修行 包括禁食 赎罪卷 朝圣等等 这些是全没有属灵忧愁的成分 他们苦待己身 心灵却没有破碎 这是什么 不过是悔改的失害罢了 肉体的新教徒 对从上帝来的忧愁全然陌生 他们对于罪根本无法认真的思想 也不想花费脑筋在这世上 16世纪一位瑞士医生 Parasosa说 有一种疯狂症 令病者狂舞而死 同样 罪人在欢乐之中过日子 抛开一切忧愁 跳舞进入审判里 有人活了一把年岁 却从来未在上帝的瓶子 滴下一滴眼泪 也完全不懂 什么是心灵的破碎 若家产损失了 他们会哭泣苦恼 绝望 但对于罪 心灵丝毫没有痛苦 忧愁有两个层面 首先 是理性的忧愁 心灵对罪 有种不满的反应 应愿选择任何苦行 也不承认有罪 其次 是敏锐的忧愁 从永流的泪水表露出来 第一层面 每个上帝的儿女都有 但第二层面 从眼里永流的忧愁 却不是人人都有了 可是 流泪的痛悔者 最受撑阳 基督也认为 眼睛容易哀痛哭泣的 是美丽的 该受赞扬 事实上 罪应该使我们哭泣 我们通常因物质 大受损失而哭 但犯罪 是损失了上帝的喜悦 米家 失去神像且哭泣 说 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 和祭司都带了去 我还有所剩的吗 何况 我们的罪 把真神带走 岂不更应该哭泣 有人会问 悔改与忧愁 是否要时常抱持一样呢 不错 悔改必须时常在心灵里 保持不灭 但有两个时间 要用特别的形式 把悔改的心复苏 一 领受圣餐之前 这鼠灵的愉悦节 要与苦菜同吃 眼睛要重新 因流泪而浮肿 忧伤的息流永逸 悔改的心境 乃合乎圣理真意的心境 破碎的心灵 与破碎的基督 互相呼应 对罪欲长寿苦味 基督的甜蜜 就愈加甜美 雅各哭泣的时候 他找到了上帝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 教匹努伊勒 意思说 我面对 面见了上帝 在守圣礼时 若想安舒地 寻着基督 就该在那里流泪哭泣 基督对那谦卑悔改的人说 正如对多玛说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泪旁 这样 那流血的伤痕 便医治你 二 另一个悔改的特别时刻 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该是个哭泣的日子 是往天堂去之前最后的工作 最香醇的泪水 该流带这一刻 这时要深切悔改 我们犯罪如此多 流泪何等少 上帝的带满满 瓶子却空空 这时该懊悔 何以不及早悔改转回 何以心灵的堡垒 拒绝上帝如此长久 才在悔改中拆平 这时该悔改 何以没有更爱基督 何以没从他多吸取美德 何以没更荣耀他 垂死时的忧愁 是因生命充满空白和污点 一生的任务满梯醉污 顺服不够全心 在上帝的路上残缺不行 灵魂脱离身体之际 该从泪海中游渡天堂 第三项成分 认罪 忧愁是如此剧烈的情感 必须有所宣泄 他从眼睛流泪得以宣泄 又借舌头认罪得以宣泄 以色列人站着承认自己的罪 我要回到远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用此比喻来说 就如一个母亲生气了 抛下孩子不见他 只等到孩子肯认错求饶 格格里纳兹森 称认罪为受伤灵魂的一贴药膏 认罪是自我控告 我犯了罪行了恶 人与人之间却不是这样 人不必控告自己 而是要面对控告他的人 但是在上帝面前就不同了 我们必须控告自己 主啊 我是罪有应得的 求你改变我顽梗的心 正因我们自己控告自己 就防止了撒旦的控告 我们认罪的时候 控告自己的骄傲 不真 情欲等等 于是当那称为 控告弟兄的撒旦 来控告我们这些罪时 上帝便说 他们已经控告了自己了 因此 撒旦 你的案件不成立 你的告状太迟了 前宫的罪人 不但自己控告自己 而且坐在审判座上 审判自己 他承认自己 该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请听保罗说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再说 像犹大扫罗等恶人 岂不也认罪了吗 是的 但他们不是真心的认罪 正当真诚的认罪 必须有下列八个条件 一 认罪必须出于自愿 他要向从溪流出 是自然的 恶人的认罪是逼于无奈的 像被人绑架招供一般 上帝的烈焰火花 飞进他们的良心 或临近死门 他们便俯服认罪求饶 巴兰看见天使拔出刀来 便说 我有罪 但真正悔改 应该向树叶蜂蜜 自然地流出来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浪子认罪自责 先于父亲责备他 二 认罪必须出于懊悔不安 心里要痛恨厌恶罪 人凭肉体的认罪 犹如水管里流的水 与他丝毫不关痛痒 但真正的认罪 在人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大卫认罪时 心灵如肩重负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认罪与感受最单是两回事 三 认罪必须真诚 认罪必须精从心灵出发 假冒的人 认罪却爱罪 正如做贼的承认偷了东西 却乐于行窃 多少人口里承认骄傲贪心 却尝之如蜜甘甜 奥古斯丁说他信主之前也认罪 求上帝赐力量克服他 但他内心却暗地里说 主啊 且慢 他恐怕太快摆脱这罪 真信徒应该更加诚实 心与蛇药齐步 他真心承认他的罪 又厌恶所承认的罪 四 真正的认罪会具体地指出 所犯的那罪 恶人会泛泛地承认自己是罪人 像批发式的认罪 犹如尼布贾尼撒王的梦 我做了一个梦 却说不出梦见什么 梦我已经忘了 同样 恶人说 主 我犯了罪 却不知道什么罪 或已经忘记了 反之 真正悔罪的人承认特定明确的罪 犹如一个受伤的人来到手术医生面前 把伤处一一指明 头部刺伤 手臂被枪伤 一个真正悔罪的罪人会承认心灵许多不适之处 以色列陈述自己犯错的事 我们驱使奉巴力 先知也陈述招来咒诅的罪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 奉你名所说的话 我们要时常检查内心 也许会发现纵容审谜的罪 这样就要用眼泪把罪拔除 五 真正悔罪的人 要从根源认罪 他承认自己本性之误会 我们的罪性不但乏善可陈 而且满有邪恶 就如腐蚀的铁 染红的布 大魏承认与生俱来的罪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我们起初所犯的许多罪 很方便地归咎于撒旦的室友 但这罪的本性完全是我们自己的 不能推移给撒旦 我们的根理生出苦菜和阴沉来 人的本性是一切罪恶的深渊与温床 世间滋长的丑恶罪污 都从此而出 正因这本性的完全败坏 使一切属上帝的东西被玷污了 他带来上帝的审判 他叫我们一出生便没有恩赐 啊 要从根源认罪 六 认罪要连同当时的环境和冲击一起认 活在福音恩典下的人所犯的罪 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其严重性 要承认明知故犯 违背知识的罪 要承认冒犯上帝恩典的罪 要认违背曾许之愿的罪 要承认虽有经验 虽有审判 仍然犯了罪 要对照这一切 承认罪过 神的怒气 就像他们上腾 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 虽是这样 他们仍旧犯罪 这种触动神怒气的击杀 正表示了罪的强度 七 认罪时必须完全归咎于自己 不推赖上帝 即使上帝在他的计划里拔出血剑 严厉地惩罚我们 我们也不能指责他 必须承认他没有错待我们 尼西米认罪时 深明上帝是公义正直的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 你却是公义的 罗马王摩尔士显见 佛卡杀了他的妻子 高呼 神啊 你在一切世上都是公义的 八 认罪时必须立志 不再重蹈覆辙 有人从认罪到犯罪 来回不决 正如波斯人 每年有一天杀灭毒蛇 但第二天又让他们滋长 同样 许多人认罪时 好像歼灭了罪 事后却让罪生长 比钱更快 要止住作恶 若只用口说 我做了不该做的事 而又继续如此行 是毫无作用的 法老承认自己犯了罪 但当雷声止住了 他又再犯罪 就越发犯罪 硬着心 教父 俄利根说 认罪是灵魂的呕吐 良心把隐藏的重担 输卸了 这样 我们既借着认罪 把罪呕吐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到 所呕吐的东西里去 叛国的人 蒙国王赦免之后 若在叛国 有哪个国王 会再赦免呢 从此我们知道 认罪的条件 应用问题之一 认罪是不是悔改 不可或缺的成分 下面有四种人的判罪 一 凡隐藏罪恶的必受责 正如拉结把父亲的神像收藏起来 许多人宁愿把罪遮盖 不愿得医治 他们把罪当作画像一般用帽子 把他遮盖起来 或像人对私生子 把他隐瞒起来 可是 人虽然没有认罪的舌头 上帝却有锐言可见 他必拆穿人的叛逆 我要责备你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人在心中隐藏的罪 将有一天在额上 用钻石写出来 凡不肯像大卫那样 认罪的赦免的 就必如亚干那样 被石头打死 听从魔鬼是危险的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二 人认罪只认一半 也要受责 他不全盘认出 只认皮毛的 不认重大的 他承认有虚浮的思想 记忆力又不好 却不认最可恶的罪 如暴怒 勒索 污秽等罪 正如在绝症里的人 诉苦说 胃不舒服 其实他肺部已损坏 肝脏也不灵了 我们若不承认所有 又怎能期望 上帝赦免所有呢 当然 我们不能准确地 列出罪的清单 但我们自己知道的 记得的 心中自责的 都要清楚承认 才能指望上帝的怜悯 三 人若把罪轻描淡写 必要受责 蒙恩的心灵 把罪看得罪大恶极 假冒的人 把罪粉饰得好看 他们不否认 自己是罪人 但尽其所能 把罪减轻 说有时的确犯错 但这是本性如此 而且乃情是所逼 这是推淌借口 不是认罪 我有罪了我 因惧怕百姓 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 耶和华的命令 扫罗把罪 推在百姓身上 他们要求他留下牛羊 这是辩护 不是自责 这种伪装 是从我们的罪性 而来的 亚当承认他吃了禁果 但他不承担己罪 反而转过来 归咎于上帝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意思是说 若不是这女人引诱我 我就不会犯这罪 他们把罪归咎于神明 这是无可推赖的罪 真正极大的罪 正如染不上 颜色的羊毛 一定是粗糙之极的羊毛 我们最容易把罪削减收缩 从望远镜的小端望过去 看来不过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四 人根本无心认罪 还理直气壮地申辩 必受责备 他不但没有以眼泪来毁怨 还诸多辩驳维护自己 若犯了情欲的罪 他有理由说 我发怒已至于死 都何于理 若犯了贪心的罪 他也大有辩护的理由 人犯罪就是魔鬼的仆役 他为罪申辩 就是做魔鬼的辩护律师 魔鬼会付他工资 应用问题之二 我们要真诚认罪 表示悔改 十字架上的贼认罪说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耶稣对他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可能正是这话 引发了奥古斯丁的一番话 说认罪关了地狱的门 却打开乐园的门 要真诚甘心地认罪 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 敬前的认罪 要归荣耀给上帝 我儿 我劝你将荣耀 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在他面前认罪 谦卑的认罪 必然将荣耀归给上帝 他因我们亲口认罪 而不再定罪 他岂不得荣耀吗 我们认罪 上帝赦免 正表彰了他的忍耐 他拯救这样的罪人 表彰了他白白的恩典 二 认罪是叫 心灵谦卑的途径 人看自己是 该往地狱的罪人 就在无骄傲的余地了 他的头必如 紫罗兰千宫的锤下 真悔罪的人 承认自己一切所行的 都沾染了罪 义无可夸 乌西亚虽身为王 却在额上长大麻风 这就足以叫他自卑 一个属上帝的儿女 虽然行善 也承认就是再多善行 也沾有不少的罪污 这样 任何娇夸的羽毛 都必躺在尘埃里 三 认罪使烦恼的心灵得以舒畅 人的良心若被罪煎熬 认罪使之安舒 正如把农窗割开放农 病人便舒畅一样 四 认罪把罪驱除 奥古斯丁称之为 屈恶者 罪有如坏血 认罪有如把血管打开 让坏血排出去 认罪有如粪门 城内一切污物从那里输出 认罪有如在破口处排水 否则必被罪溺斃 认罪有如海绵 把心灵的污点抹出 五 认罪使心灵亲近基督 我若说自己是个罪人 这样 基督的宝血 对我是何等的宝贵呀 保罗承认了自己是个罪人之后 永逸出对基督得胜的欢心庆贺 感谢上帝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试想 若欠债地承认了债项 债主不但不要求偿还 还叫自己的儿子父亲了 这欠债的岂不感激万分吗 同样 我们承认欠了巨债 而且急获永世躺在地狱里 也无法补偿 上帝竟差他自己的儿子流血还清罪债 白白的恩典彰显无疑 耶稣基督该永远被爱戴尊崇 六 认罪为赎罪开路 浪子回家一开口认罪 我得罪了天 父亲的心立即融化亲吻他 大魏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先知立即送上赦罪的礼物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人若真诚认罪 上帝答应必然赦免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为什么使徒约翰不输入我们认罪 神是慈悲的 必要赦免我们这样的人 上帝赦免凭着毁罪的心 来到基督面前认罪的人 是因他执行了他的信实公义 七 我们要认罪 这是何等合理一行的一回事 这命令十分合理 人得罪了他人 要向他认罪 还有什么比这更合情合理呢 我们既得罪了上帝 要为此向他认罪 同样合情合理 这命令容易实行 先前的约与后来的 约真是天冤之别 在旧约 犯了罪就要死 在新约 若肯认罪便蒙怜悯 第一约里 不容人做中宝 第二恩约里 只要承认欠了债 基督便做我们的中宝 人谦卑认罪已得救 还有什么比这更简易方便呢 只要承认你的罪孽 上帝对我们说 我并不要求你献阳为祭以除罪 我也不要求你牺牲你血汗 换来的祭物已救灵魂 只要承认你的罪孽 你只要宣判自己有罪 你就避蒙怜悯 这样看来 认罪这责任实在不难接受 认罪吧 把罪的毒品抛开 神的救恩今日临到你家 关于良心 还有一方面要考虑的 我们是否必须向人认罪 天主教徒坚信有生的认罪 必须向神父耳中认罪 才可得赦免 他们劝人要彼此认罪 不过这经文用得并不合适 其实它的意思远可解作 人向神父认罪 神父也要向人认罪 听人告解认罪 是教皇的金科玉律 正如福音书里的那条鱼 口里有银币 开了他的口 必得一块钱 我虽不赞同天主教要求 向人认罪的观念 但有三种情况 是该向人认罪的 一、第一种情况 人陷入罪的纠缠里 亏欠了别人 或叫别人跌倒 就要严肃地公开认罪 叫他的悔改 与他的罪行同样表露出来 二、第二种情况 人已经向上帝认了罪 但良心上依然沉重不安 心灵没有安息 这样 他该找一个敬虔可靠的朋友 向他陈述认罪 这人可以劝解他 给他合宜的指引 信徒对牧者或属灵的朋友 不能舒畅地倾诉心中的重担创伤 其实是一种败坏的含蓄 良心里若有一根刺 最好是请人帮忙 把他拔出来 三、第三种情况 人若谗言毁谤了他人 说他人的坏话 损坏他人名声 他必须认罪 蝎子的毒液在他的尾部 毁谤者的毒液在他的舌上 这人的话如剑珠的针 直刺入肉 人若折损了人家的名誉 或因作假见证 叫人受了损失 就要认罪求宽恕 所以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若不承认伤害了人 又怎能带来和解呢 你一天不这样做 上帝就不会悦难你的侍奉 别以为祭坛的神圣 可以给你特权 放过你 你弟兄的怒气 未消除 你未向他承认罪过 这样 你祷告上帝 听上帝的话 都必全无功效 第四章 真悔改的本质 第二部分 第四项成分 为罪羞耻 悔改第四项成分 是羞耻 是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 含羞脸红是德性的颜色 罪恶把心灵涂污漆黑 恩典却使脸寒羞变红 我抱溃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望 浪子悔改后 深深为自己放荡而羞耻 感到自己不再配作为儿子 悔改带来一种神圣的害羞 若基督的血不在罪人的心里 他脸上就没有多少血色涌现 罪带来的羞耻 有九方面该留意的 一 每一件罪都带来罪咎 而罪咎总必生出羞耻 亚当无罪时 从来不必含羞脸红 他洁白如百合花时 就没有玫瑰的红韵 但当他犯罪污染了灵魂 就带来了羞耻 罪恶污染了我们的血 我们背叛了天上的主 罪就深重 就产生了从神来的羞残 二 每一项罪都叫人不知感恩 也就形成羞耻 一个全部知感恩的人会羞愧 我们犯罪得罪神 神完全是无辜的 神并没有亏负我们 你们的列祖箭 我们有什么不义 神在何事上会令我们厌烦呢 除非是祂的恩慈令 我们厌烦了 神所赐的甘露 加美的米脉 我们吃的是天使的粮食 蜀天的亚伦头上 留下圣告油 蜀天的福泽流到我们身上 如此仁慈善良的神境 被我们滥用 怎能不修残 凯撒大帝对不提示师多少恩惠 却无情地被他刺杀 怎么是你 不提示 我儿 啊 负恩的人 最不配的怜悯 爱里安记载物应会因香品而得病 神的怜悯如香品 人竟从此染了交涉的病 多羞耻不配啊 以恶报德 用脚踢那喂养我们的 用神的恩典为鉴 赦他 用他的祝福 转过来伤害他 啊 多可不得忘恩 这岂不叫我们脸面心红 忘恩之罪如此浩大 连神也惊恶稀奇 天啊 要听 地啊 侧耳听 因为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背逆我 三 最使我们赤裸 带来羞耻 最把圣洁雪白的衣服剥掉 使我们赤裸 在神眼中残缺不全 这就带来羞耻 当哈嫩羞辱大魏的臣仆 把他们的衣服割下露体 经文说 他们甚觉羞耻 四 我们的罪使基督受辱 我们岂不当羞耻吗 犹太人给他穿上紫袍 拿尾子放在他手上 吐唾沫在他面上 叫他受尽侮辱痛苦 这就是十字架的羞辱 他是神的羔羊 他的地位至尊 这羞辱就更加深重了 我们的罪叫基督受羞辱 那么 岂不更该叫我们羞耻吗 他披上了紫袍 我们的脸颊 岂不该转红 太阳在基督受难时上且羞残 眼脸在日食中 见这景象的人 岂能不羞残满面 五 我们犯的许多罪 是受魔鬼特意缩动的 这岂不该羞耻 魔鬼缩动由大出卖耶稣 促使亚拿尼亚撒谎 他不断煽动我们的情欲 试想 养育一个私生子带来羞耻 同样 犯这许多的罪 等于称魔鬼为父了 玛利亚怀孕 称为从圣灵怀孕 我们却往往从撒旦感怨 人心中孕育的骄傲 情欲 恶毒 往往都是从魔鬼的能力而来 想到我们这许多罪 是与那大蛇 摇合而生 岂能不羞耻 六 罪恶正如孙似的魔碑 把人变作兽 这岂不羞耻 罪人曾被比喻作狐狸 狼 驴 猪 罪人就如人头诸身 昔日比天使 微小一点的尊贵 如今成了野兽 人生命中 虽有恩慈 却也不能完全消除 这凶残之气 亚古尔这君子也呼喊说 我比众人更蠢笨 但一般罪人 则完全被受性控制 不能以理性行事 只随从情欲暴行 我们在本来的品性中如此堕落 能不羞残 罪把我们原有尊贵正直的灵气消除 我们头上的冠冕掉下了 神的形象剥落 理性崩溃 良心蒙蔽 我们四受过于四天时 七 一切罪都是欲望的 人的欲望叫他感到羞耻 人为能坏的食物劳力 却不为生命之粮劳力 这不是欲望 人为了一点点情欲或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失去天堂 岂不是欲望 就如提毙留位碑中物而失去了王国 人若为保存身体而丧掉灵魂 岂不是欲望 又或人为保存衣裳而把手臂头颅割掉 简直是疯了 人相信试探不相信应许 岂不是欲望 人爱享乐更重于报恩 岂不是欲望 人所承受的不是地土而是欲望 他岂不该羞残 八 我们犯的罪有时竟比异教徒更严重 这该叫我们羞残 我们活在光中行事 承受了神的教训 因此信徒若犯印第安人同样的罪 后果将更加严重 因为信徒在明确的信念下犯罪 正如羊毛染色 又如加天天平的度数 使重量增加一样 九 我们的罪比魔鬼的罪更甚 堕落天使从没有得罪基督的血 基督并没有为他们死 他写的医治功效 并不是为医治他们的 我们却因不幸糟蹋了他的血 魔鬼从没有顶撞基督的忍耐 他们一背叛就被定罪了 神从没有等待天使 我们却不断支取神的忍耐 他怜悯我们的软弱 宽容我们的莽撞 神的灵难受极了 却仍给我们机会 不肯放弃 我们的行径实在令人忍无可忍 不但摩西的忍耐吃不消 连所有天使也受不了 我们使神难受不堪 甚至后悔 甚至不耐烦 魔鬼从没有前车可见 他首先犯罪 也成了前见 我们却眼见晨星天使 从天荣耀中堕落 我们眼见世界淹没于洪水 所多马被焚 却仍旧犯罪 做贼的若在同伴 行刑吊死的地方行结 他真是走向绝路了 既然如此 我们比魔鬼犯罪更可恶 就该加倍羞耻 应用一 羞耻是不是悔改的成分之一 若然 那没有羞耻的离悔改有多远 许多人用犯罪掩盖羞耻 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不知羞耻就是最大的羞耻 主耶和华在犹太人身上打了烙印 他们行可憎的事 知道惭愧吗 不然 他们毫不惭愧 也不知羞耻 魔鬼把人的羞耻偷掉了 昔日玛丽女王时代一个行刑者 被人指斥 他对殉道者苛行太甚 他说 我无愧于心 许多人对罪一点也不羞耻 犹如尼布甲尼撒王犯罪吃草一样 人心如实 鹅如钢 就看出魔鬼已完全占有这人 世上只有人懂得羞耻 受累会恐惧 会痛苦 但不会羞耻 受累不会脸红 犯罪而不脸红的 已太似受累了 还有些人的情况 离神圣的羞残远之又远 甚至以犯罪为荣 他们以披长发为荣 是魔鬼的拿谢尔人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这样做把男女性别弄混了 又有人以污点为荣 若神把他变成蓝点又如何 又有些人不但不以罪为羞耻 更夸耀自己的罪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有些人把本为荣耀的是 看作羞耻 他怕人家看见他手上拿着正派的书 引以为耻 有些人把本该羞耻的 当作荣耀 他看罪恶为潇洒 爱发咒的人认为满口咒语够风度 酒徒认为酗酒够微风 但当人被丢进烈火窑里 被全能的神吹气加热七倍 那时让他为罪夸口吧 应用二 让我们千功修残 表示我们的悔罪 我的神啊 我暴溃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面 我的神啊 这是信心的表现 我暴溃蒙羞 这是悔改 假冒为善的人 可以满口宣称神是他们的神 但完全不懂修残为何物 啊 让我们对自己的罪修残 因为今日对罪欲感修残 将来主再来时 修残便欲轻 这是必然的 审判之日 若敬虔者的罪被数点出来 就不再是叫他们修残 乃是彰显神赦免之恩 何等浩大 恶人在末日则大大修残 垂头不敢仰面 圣徒那时没有玷污瑕疵 因此不再羞耻 并要抬起头来 第五项成分 恨罪 悔改第五项成分是恨罪 学者把恨恶罪分为两层 恨物可憎之事 和恨物仇敌 首先 恨物或厌恶可憎的事物 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是厌恶自己 真正悔改的人厌恶罪恶 人对于恶心的东西会拒之千里 同样 使他良心偶心的东西 就必更加厌恶了 有时人离罪是出于恐惧 正如大风浪中 晚叠珠宝会抛进海里去 但对罪的作呕和厌恶 表示对罪憎恶痛绝 不厌恶罪 就未曾真爱基督 不厌恶罪 就没有真正可慕天堂 人的心灵 遇见了血腥的罪 就会呼喊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 才能脱离这该死的身体 我什么时候 才能脱开这污秽的衣服 头上换上荣美的华冠 让我的一切自爱变为自厌 当我们自视如麻风病者 就在神眼中 看为最宝贵了 其次 使恨罪如仇 要洞察生命 最好从行动开始 眼睛会转动 脉搏会跳动 因此 要查验有没有悔改 最好是看看 有没有恨罪如仇的神圣表现 西塞罗曾这样说 憎恨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愤怒 真正的悔改是于神的爱 忠于对罪的恨物 真正恨罪有什么表现呢 一 人的心灵坚定地抗拒罪 不但人的舌头痛斥罪恶 而且内心恨透 不管那最粉饰的怎样好看 也绝恶心 正如一个深仇大恨的人的画像 无论画得怎样好看 也恨之入骨 我不爱你 沙比迪 犹如一碟烹调美味的菜 汁也拌得好 但若吃的人对炙肉抗拒 他也不会品尝 因此 魔鬼尽管把醉炮至粉饰的鲜美有益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有一种隐秘的抗拒 会厌恶他 不会缠身其中 二 真正恨罪是变权性的 真正恨罪的变权性有两方面 功能和对象 一 便全的恨罪在功能上 就是不会只在判断力上恨罪 而且在意志和感情上 很多人相信罪是污秽的 在判断功能上 他抗拒他 但他觉得这罪有他甜蜜之处 也就暗地里容纳了他 这样看来 他判断罪的坏处 却在感情上拥抱他 真正悔改的人 是在所有功能上恨恶罪 不单是理性 更在意志上 我所恨物的 我反去做 保罗并非完全不犯罪 但他的意志抗拒罪 二 恨罪的变权性 是针对所有罪的 恨罪的人 恨一切的罪 亚里士多德说 憎恨是针对所有类别的 恨毒蛇的 恨所有毒蛇 我恨一切的假道 假冒伪善的人 恨物那亏损他名声的罪 真正悔改的人 恨恶一切罪 有所收益的罪 品行上的罪 和任何腐败的痕迹 保罗恨恶罪的律 三 真正恨罪的人 恨罪的任何形式 圣洁的心灵 恨恨罪带来内在的污染 罪在人心灵留下污迹 重生了人抗拒罪 不但因为罪的咒诅 也因为他的污染力 他恨这毒蛇 不但因为他会咬伤 并且因为他的毒液 他恨罪 不但因为地狱 而且视罪如地狱 四 真正恨罪是无法和解的 他永不再与罪和解的了 怒气可以和解 但憎恨却不能 罪恶如亚玛利人 再也不能和好亲善的了 神的儿女与罪的征战 就如那两王子的征战一样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 五 若对罪真正恨恶 会抗拒自己的罪 也抗拒别人的罪 以福所教会 不能忍受别人的恶行 保罗直斥彼得 不该与外邦人隔离 虽然他也是使徒 基督表现出他神圣的不悦 把兑换银钱的赶出圣殿 他不能忍受圣殿 被变成兑换所 尼西米 斥责贵胄放贷取利 并且亵渎安息日 恨罪者不能容忍家里有罪 行诡诈的 必不得住在我家里 当政的人质高气昂 却全无英雄气概压抑罪恶 人对罪没有抗拒心 完全不懂什么是悔改 罪在他们里面 犹如毒液在毒舌里 既是与生俱来的 就觉得舒畅 那不但不恨罪 反而爱罪的人 离回改多么远 对敬虔的人 罪就如眼中刺 对恶人 罪却如头上官 你作恶就喜乐 爱罪比犯罪更不好 善人也会不自觉地犯了罪 但爱罪却无可救药 诸之为诸 岂不因他爱在污泥中滚 魔鬼之为魔鬼 岂不因他爱与神作对 爱罪表示 这人的意志陷在罪里 人的意志陷在罪里愈深 那罪就愈大 故意犯罪 献祭也无以清除 啊 多少人爱贪敬果 他们爱发咒启示 爱奸淫 他们爱罪 却恨责备 所罗门提及这样的世代 活着的时候 心里狂妄 因此 人若爱罪 拥抱招致死亡的东西 细耍于神轮之门 这实在是心里狂妄 所以 悔改的表现 就是对罪深恶痛绝 正如蝎子与恶鱼死不两立 同样 心中对罪也该如此 问题 罪里有什么使悔改者恨之如仇 答 罪是被咒诅的东西 是罪可恶的魔兽 保罗用十分审重的字来表达 罪 更显出是恶极了 希腊文作夸张透顶的邪恶 我们可从四方面看罪的可憎 也就不难看出罪的绝顶邪恶 不能不恨之入骨 一 看看罪的来源 它从何而来 罪从地狱孽生后裔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罪是魔鬼的经常作业 不错 神的手可以管制罪恶 但魔鬼的手却运作罪恶 人参与魔鬼的事工 甚至成了魔鬼化身 岂不可恨 二 看看罪的本质 就不能不恨它 试看圣经怎样描述 罪惦辱神 罪藐视神 罪是向神发烈怒 罪是神厌烦 罪叫神的心破碎 像丈夫的爱被不真妻子 所破碎一样 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 是因他们起淫心 罪恶的高举 就是把基督中定十字架 公开地羞辱他 这就是说 狂妄的罪人 把信徒心中的基督拿透 若他肉身仍活在地上的话 他们就会把他 再定在十字架上了 请看罪的本质何等俯臭 三 从比较的角度看罪 就看出他多么可怖 拿患难和地狱与罪比较 罪比两者更坏 罪比患难更坏 就如疾病 贫穷 死亡等患难 一小低罪 比海洋般的患难更恶毒 因为患难由罪而生 根源必严重于后果 神工义的剑境 躺在剑鞘里 直至罪 把他抽出来 患难对我们是好的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患难带来悔改 毒蛇被击打 毒液便喷出来 神的敢击打我们 罪得毒液便吐出去 患难促尽美德 活使金精纯 使杜松分香 患难能防必定罪 正因这样 摩尔塞求神今生惩罚他 免了来生的惩罚 因此 患难对我们多方面有益处 但罪却毫无益处 马拿西的患难 使他自卑降伏 但犹大的罪 却使他走上绝路 患难只侵害身体 但罪影响更深远 他荼毒意念 扭曲感情 患难是为修正 罪却专行毁坏 患难顶多夺去生命 罪却夺去灵魂 人受患难 能使良心平伏 昔日方舟在风浪中颠簸 挪亚却在方舟中歌唱 信徒身体受患难折磨 却能口唱心和赞美主 反之 人犯了罪 良心便大大恐慌 试看Spear背叛信仰的时候 他说他内心的凄处痛苦 比沈伦的邪灵更深 患难中 人仍感受神的爱 假设一个人 抛一袋钱给另一个人 抛制的时候 擦伤了他的皮肉 他不会介意认为 对方恶意 反是做爱的行动 因此 当神用患难使我们受伤 是要使我们充实 对着他灵所赐的美德与安慰 这一切都出于爱 但我们犯罪的时候 神收回了他的爱 正如大卫犯罪时 除了神的不悦之外 一片茫然 密云和幽暗 在他的四周 大卫的经历是这样 看不见彩虹 看不见阳光 神脸上只有密云和幽暗 罪比患难更可怕 最明显的就是 神对人今生最大的审判 就是任由罪操纵他 神对人燃起最大的不悦时 他不是说 我要使刀剑瘟疫 临到他身上 而是任由他继续犯罪 我便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即使这样 任人犯罪不管他 是最可怖的厄运 那么 罪实在比患难更可怕了 因此 我们该怎样恨恶罪恶呢 再来比较地狱与罪 就必看出罪比地狱更恶劣 地狱的重点是痛苦 但其中最可怕的是罪 地狱是神命定的 但罪却绝非神的作为 罪是魔鬼的创作 地狱的折磨只是加给罪人的担子 但罪是神的担子 我必压你们 如同装满和捆的车压物一样 在地狱的折磨里 也有好处 就是神的公义得以执行 地狱里可寻得公义 但罪却是最严重的不义 罪抢夺去神的荣耀 基督的买赎和人灵魂的喜乐幸福 如此看来 我们可定夺罪是最可恨的东西 远超患难和地狱 四 看看罪的因由与后果 就值他多可恨 罪牵连人的身体 引进许许多多愁苦 我们一生啼哭诞生世上 又一生身吟离世 正如西罗多德所说 罪使Tressions在孩子诞生之日哭泣 因之他们在世将经历多少苦难 罪就如特洛伊的木马 困苦如军队从其中跳跃出来 不用我一一细数 人人都有这感受 吃蜜甘甜的时候 便有荆棘刺痛 罪在我们舒适安乐的时候 浇冷水 罪为我们掘坟墓 罪牵连我们的灵魂 罪使我们失去神的形象 其中包括我们的圣洁与威荣 亚当起初有圣洁无瑕的荣耀 就如佩戴着灰号的使者 大得尊荣 全因他穿上王的灰号 若脱去了这外衣 便在无人尊敬他 罪就是这样羞辱了我们 把纯洁无瑕的外衣包掉了 这还不算 罪的独剑射得更深 他使我们与神美丽的形象 永远分离 我们只有在他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罪既是如此极度恶毒 我们势必怒火中烧 恨之入骨 无疑止息 正如暗嫩恨他马 比当初爱他的心更甚 我们恨罪 也该远超当初爱罪的心 第六项成分 离罪 悔改的第六项成分是离罪 重整更新是悔改的压轴 就如Nielby的故事 日夜哭泣已至变成石头 但若没有把罪哭掉 有什么用 真正的悔改有如硝酸 把罪的铁链一概消灭 因此 哭泣与回转是合在一起的 忧愁的云雾既洒下泪水 心灵的天空就必更晴朗 回头吧 离开你们的偶像 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 从最终转回 叫做离弃 正如人离弃贼火 或巫师 他又称为远远的除掉 正如保罗把毒蛇往火里挥掉 想醉死了 就是悔改的生命 信徒离罪的那一天 就必须参与永恒的禁食 眼睛禁食 不看污秽 耳朵禁食 不听谗言 舌头禁食 不发咒语 手禁食 不受贿赂 脚禁食 不走邪淫的路 灵魂禁食 不贪恋恶事 离罪 表示明显的改变 人的心改变了 石头变成了肉心 撒旦要基督以食变饼 来证明他是神 基督确行了更大的神迹 化食为肉 他借悔改把食心变作肉心 人的生命也被改变过来 人离罪是有目共睹的 别人也察觉到 因此 悔改是由黑暗转入光明 保罗看见了天上的异象后 改变很大 人人都稀奇 此外 那狱族悔改后 变成了护士和医生 他灵食涂出来 洗他们的伤 拿肉 给他们吃 船本来像东时 来了一阵风 使他转向西行 同样 人员先走向地狱的方向 圣火的风吹来 改变了方向 向天堂快使前进 驱缩多摩 说到尼尼威的悔改 说若有人见过尼尼威的奢银 在他悔改后 再进城去 必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城市 因为他已彻底蜕变革新了 人悔改有这样明显可见的转变 有如同一个身体 另一个灵魂进去居住了 正确的离罪 有以下几个先决条件 一 必须从心里离罪 心是primum verdens 生命之始 也必须是primum verdens 生命之转折 心是撒旦最着力要赚取的 他争取人的心 过于他争取摩西的身体 在信仰上 心未至上 若心未离罪 他就是谎言 他奸诈的妹妹尤大 还不一心归向我 不过是假意归我 假意在西伯来话 或作谎言 尤大也的确更心一番 他没有其他实之派败偶像 那样猖狂 但尤大却比以色列更坏 他被称为奸诈 他假装改变了 却并不真心 他的心并不像神 他的回转不是全心全意的 人表面离罪 心却与罪为友 这是可憎的 我读过关于一个萨克逊王 受了禁 却在同一教堂里摆一个基督教祭坛 与一个异教祭坛并列 神要人全心转离罪恶 真正悔改一定无所保留 无所收藏 二 必须离开所有罪 恶人不离弃自己的道路 真正悔改的人 要从罪的路踏出来 每一样罪都要离弃 正如那要杀灭所有巴黎的祭司 一个也不能逃脱 真正悔改的人 竭力毁灭一切情欲 他知道存留任何一点罪 是多么危险 屋里收藏一个叛徒 就是出卖皇家 人纵容某一件罪 就是背叛的假冒者 三 离罪必须出于属灵的起点 有人禁止罪恶的行动 却不是出于正确的态度 禁止罪行可能出于恐惧 或另有意图 真正悔改的离罪 是由于宗教的原则 就是为了爱神 疾祸内罪并没有带来什么恶果 也不是生死关头 但温柔的心灵 也会因爱神把它摒弃 这是离罪最温情的途径 冻结的东西 最好是用火来溶解 人与罪凝结分不开 最佳方法就是用爱火来分解 三个人彼此对问 什么使他们离罪 一个说 我想起天堂的快乐 另一个说 我想起地狱的苦行 第三个说 我想起神的爱 便叫我离弃罪恶 我怎能顶撞神的爱 四 离罪必须转向神 经文说 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离罪有如把剑 从伤口抽出来 归向神 就是抹上告有 圣经有说到懊悔死刑 向神悔改 犹豫不定的心假装离开 就有的罪 却不归向神 也不是奉他 但离开魔鬼的阵营 是不够的 还需归入基督的旗下 踢上他的军装 浪子回头 不但离开昌记 还要起来 回到傅家 神申诉说 他们归向 却不归向至上者 真正悔改的人 心中直指向神 向真指向北极 五 真正离罪 是一去不回头的转向 以法联毙说 我与偶像 还有什么官赦呢 离罪一定要 好像离开本土 不再归回 有的人似乎悔改了 离开罪了 却再度回到罪恶里去 这叫做赚取忘形 这样的罪是十分可怕的 因为它抗拒明明的光照 人当初一旦离罪 就该在他良心上 感到极度的痛楚 他若再回到罪里去 就是抗拒圣灵的光照 而犯罪 这样犯罪等于怪责神 你们的列祖见 我有什么不义 竟远离我 人回头再犯罪 等于说神有所不公 就如人把妻修掉了 表示他寻得他的措施 因此 离开神 而在犯罪 是暗地诽谤神 神恨恶修妻 当然也恨恶自己被修 在犯罪 使魔鬼控制人的权势加倍 人离罪了 似乎已把魔鬼赶走了 可是当他再回到罪里去 魔鬼再度进入他的屋 霸占所有 那人幕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正如一个奸犯逃脱了 狱卒把他抓回来 必然加强把他捆锁 人离开罪的路径 就如逃脱了魔鬼的监狱 若撒 但引他走回罪恶里 必然加倍把他紧锁 占据他的一切 比钱更厉害 啊 留心听啊 真正离罪是完全脱离 永不再走近他 凡这样离罪的 是有福的 神迹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拆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应用一 离罪是不是悔改的必须成分 若然 真悔改何等罕见 多少人并没有离罪 依然故我 骄傲的 仍旧骄傲 就如挪亚方舟里的兽类 进去时不节 出来时也不节 人行胜利时不节 离去时仍旧不节 外在有不少可见改变 但是内里并无改变 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 不回转 怎能说以悔改呢 已经在约旦河洗过了 何以额上仍长麻风 神起不对那不曾革心的人 像对以法连说的话吗 以法连亲近偶像 任凭他把任他继续犯罪 但若真有天堂的公义 地狱的报应 这人决免不了受刑 应用二 一半回转的人必受责备 是指哪些人呢 就是在判断上回转 在行动上不回转的人 他们承认罪有如土星 对人有不良影响 也会因罪哭泣 可是他们被罪迷惑太深 无力脱离 他们的腐败 强于他们的信念 这就是一半回转 几乎做基督徒的人 又像以法连 是没有翻过的饼 一面烤了 一面仍是粉团 这种只回转一半的人 只放弃重大的罪 却没有内涵美德的功夫 他们并不珍贵基督 也不爱圣洁 这就如约拿 按规行事 他找着了一颗碧麻遮阴 躲避酷日 以为十分安全 谁知一条虫把碧麻咬死了 因此 当人离开了重大的罪 就以为自己正如有碧麻护卫 可免神的愤怒 但当他面临死亡之际 良心就如一条虫把碧麻消灭 他们的心便发昏 落入绝望里去 还有一些半回转的人 摒弃了许多罪 却留下某些罪不放 心怀里拥着娼妓 死也不肯放开 正如一个人许多病症都治好了 却留下胸中的癌症 至终夺去他性命 这样的回转等于没有回转 必受止赤 赶了一个魔鬼 又迎进另一个 不再诅咒 却满口禅磅 不再浪费 却贪婪不已 由三天发一次烧 变为四天一次 这样的回转 结果转向了地狱 应用三 让我们的悔改离罪归向神 我对某些人真感到无望 难以挽回 不管号筒高声吹响 警告如雷轰 地狱火花在他们面前闪过 他们仍然在罪中再来一首 这等人 有如福音书里的猪 被魔鬼暴力推赶入海 他们宁肯审轮也不回转 他们宁肯诡诈 不肯回头 可是 我们心中若仍存清醒真诚 良心仍未陷入酣睡 就要分辨 那迷惑人的声音 归回至善的神 神呼叫我们归向他 有多平凡 他启示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你们转回 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神宁肯要我们回转的泪 不要我们的血 转向神是我们的益处 我们悔改 对神并无益处 完全是我们的 人在活泉饮水 益处是他受的 不是水泉 人享受阳光的照亮 他得以舒畅 不是太阳 我们转离最转向神 神并无收益 使我们获得好处 在这情况下 自爱是大前提 你若有智慧 是与自己有益 我们转向神 神必转向我们 祂的怒气要转离 向我们转脸 大卫祷告说 求你向我转脸 连续我 我们回转 会使神也转向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祂本与我们为敌 如今成了朋友 神若转向我们 天使也都转向我们 我们便得着 他们的指引保护 若神转向我们 一切都转为益处 不论顺逆 我们在帐下 必得尝蜜甘甜 以上我们看过了 悔改的几项成分 第五章 悔改必须履行的理由 接下去要说到 必须履行悔改的理由 一 上帝带权柄的命令 上帝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悔改不是随意的 不是任由 我们选择要不要悔改 而是无可推辞的命令 上帝在天上至高法庭 搬行了一条法律 除了悔改的罪人之外 没有罪人可蒙悦纳 他绝不会打破自己的法律 即或所有天使站在上帝面前 为那不悔改的罪人哀求 上帝也不会搭运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虽然上帝满有怜悯 比太阳的光更满意 却绝不会饶恕一个坚持 继续犯罪的人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二 上帝纯洁的本性 绝不允许他 与不悔改的受造物沟通 罪人一天不悔改 上帝与他就无法为友 你们要洗浊 自洁 去吧 在悔改的眼水中 禁欲干净 然后 上帝说 我来与你谈判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公义的上帝 怎能纵容继续犯罪的人 我必不以恶人为义 若上帝在他悔改之前 就与他和好 那么 似乎上帝喜悦 并接纳他所行的 这正与他的圣洁相伪 若人仍在背叛的行为中 就蒙神赦免 这与上帝的神圣本性 矛盾不符 三 继续不肯悔改的罪人 在基督的诏命以外 这是他的诏命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拆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基督是君王 是救主 却不是绝对一律的拯救 不管人悔不悔改 基督领人进入天堂 必然穿过地狱的门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叛徒若肯悔改 归降于君王的恩手下 王必然赦免他们 但若公然坚持与主对抗 就不会赦免 四 我们的罪冒犯了神 我们亏负的实在多而又多 需要悔改 犯罪是冒犯了神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侵犯了他的律法 按理必须对他有所赔偿修补 我们借着悔改祥悲自己 审判自己 我们盖了印记 说上帝既或消灭 我们也是公义的 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 尽心重修上帝 在我们身上的尊荣 五 上帝若拯救不悔改的人 不分造白 这样 他按理必须拯救所有 不但是人 还有魔鬼 正如俄利根曾说过的 如此 什么上帝拣选与定罪的教义 都一概不成立 与圣经的教训大相径庭 孰是孰非 大家断定吧 有两类人很难悔改 比其他人更深 一 那在是奉神的岗位上一段 很长的时间 却毫无长进的人 就如饱受雨水滋润 却长荆棘和脊梨 必被废弃 尽于咒诅 金属若在火中烧炼多时 仍不融化 也不炼净 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神打发仆人一而再地 劝人离罪悔改 他仍安于一世的渣子里 听到时打瞌睡 这样的人 很难叫他悔改 他们的际遇 恐怕要像基督 对无花果树所说的 从今以后 你永不结果 二 那经常犯罪 抗拒上帝的话语 不理会良心的提醒 不听从圣灵的感动的人 良心就是手拿燃烧利剑的天使 看守着 说不要行这大恶 罪人不理会良心的声音 顽强地走在魔鬼的旗帜下 这种人不容易悔改 有人背弃光明 人因为没有光而犯罪 与抗拒光而犯罪 是完全两回事 这样不可赦免的罪 就此萌芽了 人从开始抗拒 良心的光而犯罪 进而渐渐泄满失恩的圣灵 对不悔改者的斥责 第一 强烈斥责所有不肯悔改的罪人 他们心硬如岩石 又像比喻中的土浅石头 缺乏滋润 这症状恐怕是一种瘟疫 无人悔改恶行 人的心顽梗刚硬 使心硬如金刚石 他们根本无法软化 成为可回转的状态 有人说女巫不会哭泣 我相信那不会为最忧伤的人 鼠灵上已被撒旦迷惑了 圣经记载基督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些成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 如今 他岂不也同样责备不肯悔改的人 上帝的心因人的罪破碎 可是他们的心却不破碎 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说 我喜爱别神 我必随从他们 上帝的公义像那天使一样 手拿拔出的剑站着 欲被击打 但罪人的眼不及巴蓝的驴 看不见那剑 上帝击打人的背 他们却不像以法帘 没有拍腿叹息 先知的投诉实在可悲 你击打他们 他们却不伤痛 这真如银子 在炉里愈加刚硬 这亚哈斯王在极威的时候 越发得罪耶和华 刚硬的心是撒旦的收容所 有两个地方是上帝所居住的 天堂和谦卑的心 撒旦也有两个居住的地方 就是地狱和刚硬的心 掉在水里并不是溺死的原因 而是沉浸在其中 同样 现在罪里不是被定罪的原因 而是沉浸其中不悔改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刚硬的心灵 终使良心如烙铁 人既窒息了良心 神就把他唠唠了 此后 他任凭他们犯罪 不再惩罚了 还要受责打吗 正如一个父亲 不再管教儿子 利益把他的继承权废除 第六章 严重警戒 要悔改 接下去 我要郑重地劝告你 悔改是极重大的责任 若不是畏罪 忧愁是全无益处的 你若为外在的损失流泪 对你毫无避意 灌溉园子的水 若浇在洗碗盆里 全无效益 忧愁原是心灵的良药 若用在世俗的事物上 亦无好处 啊 但愿我们的眼泪 留在正确的管道上 叫心灵为罪忧愁涌流 我为要更强调这劝诫 更产生功效 要向你解释 悔改是必须的 人人必须悔改 一切罪必须悔改 一 悔改是必须的 悔改是必须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消亡 网乐园的路 除了悔罪的泪河 再无别路 悔改是必须的条件 这并不是要使基督 更亲爱我们 而是使我们更亲爱基督 我们若未感到 罪恶的苦味 就未能感受 基督的甜蜜 二 人人都要悔改 上帝这样吩咐人 如今却吩咐 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一 大人物要悔改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 你们当自卑 倪倪威的君王贵胄 脱下袍子 披上麻衣 大人物犯罪的伤害 比其他人更大 领袖犯罪是领头的罪 因此比其他人更需要悔改 执掌王权的人若不悔改 上帝已命定一日审判他们 游火等候他们 二 国家里穷凶极恶的人要悔改 英国要全国举哀 自卑悔罪 英国人最会哭泣 这国家充满了多少 不前不敬的罪行 可不惊人 撒旦的阵营里 天天有人入伍 不但宗教的户口破产 连礼教也荡然 人们像古时的犹太人 被人认为最狡诈 在你污秽中有银行 若诅咒 罪酒 讹诈 奢银 能叫一个国家的人民自救的话 那么 英国恐怕早已列入神的黑名单了 人被弃受洗的誓言 私下与魔鬼结盟 他们不但不哀求神怜悯拯救 反而咒骂说 天诛地灭 往地狱的路 从未有当今的快马加鞭 人似乎唯恐敢不及到达 岂不知多少人死在荒淫血腥的罪中 岂不知多少人狂妄夸口 讹诈了多少人 灌罪了多少人 因此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 好像索多玛一样 真的不错 人犯罪日益猖狂 像要扯起旗帜 向天堂抗议 正如Trisons打雷时 极力于一身 向天堂放剑一样 英国甚至以罪相神挑战 他伸手攻击上帝 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挺着颈下 冲向盾牌的厚凸面 原本该是在打仗时攻敌用的 其实上帝的律力和警告 就如盾牌的厚凸面 防止人行恶 可是他们不理会 只管放纵犯罪 疯狂地冲向上帝盾牌的厚凸面 啊 罪恶滔天至此 人觉得不够狂妄 就不够体面 但愿我们不要像约瑟夫 对犹太人的评论 那时代耶路撒冷 是罪恶充斥的地步 急或罗马人不来毁灭他 也势必被地震吞灭 被洪水淹没 或被火从天而降坟尽 我们这个国家现今的景况 急需服药诊治 吞一颗悔改的药丸 这国家蔓延着数不清的毒素 已到极处 英国这岛国被两个海洋包围着 一个海洋是水 另一个是邪恶 啊 但愿它有第三个海洋包围 悔改的泪水 犹太人有这样的习俗 若绿法书掉在地上 就要立刻宣告进食 英国把绿法书和福音书都掉在地上了 因此必须进食 在主面前哀痛 罪恶的篮子已经满意 流泪悔改把它腾空 实在义不容辞 罪注满的何等快 何以人的脸不苍白 何以悔改之权止住了 地上的罪人不知道该悔改吗 没有听见警告吗 上帝忠心的仆人 岂不扬声如吹号 呼唤他们悔改吗 可惜这许多做工的工具已经破旧 在铁石心肠上碰得残缺不全了 上帝岂不是当兴起许多传道者 如天上明亮的晨星 呼唤人悔改 人们仍旧如酒在渣子上澄清 我们以为上帝永远容忍被轻蔓吗 他会容忍他的名与荣耀被践踏吗 上帝通常对自称属神的国民 特别快施行审判 上帝或会给国土暂时缓刑特赦 但国民若不悔改而竟蒙神拯救 这绝不是上帝的常规 我要学John Bradford牧师说 英国呀 悔改吧 你因犯罪长了大麻风 必须往属灵地约旦去洗净 你招惹了上帝的愤怒 你要抛掉你的武器 把神圣的器皿和清水带来 让上帝因基督的血与你和好 怒气消除 但愿你泪流滔滔 上帝咒诅的书卷飞去 人必须回转 否则上帝要把他倾覆 荒废的新田必须翻起 否则国土必要凋零 罪人若什么话也不肯听从 上帝已定义要杀他 按罗马人的传统 犯了死罪的人若不再准用水的话 就是必死的了 同样 罪恶滔天的人触怒了天上的上帝 以致他隔绝了毁罪的水的话 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三 欺诈的人必须悔改 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 他们有智慧行恶 他们发明的东西都是为了欺诈 他们不是依从信仰而生活 而是靠计谋而生活 这等人故意使自己贫困 借假装来制服 请勿误会 我不是指那些上帝 安排他身世低微的人 家财耗尽 并非由于诡诈 我是指那些假装破产 为要瞒骗债主的人 这些人破产 比正当贸易的人 赚力更多 他们就如故意弄得满身伤痕的乞丐 赚人同情施舍 乞丐用伤口 他们用破产 街上鸡霜开始融化 地上就满了水 同样 许多商人破产时 口袋满是钱 他们看来似乎没有钱 却从无到有兴起巨大的产业 记住 天国是因暴力而被抢掠的 不是平片局 要知道 黄金的诱惑之下 魔鬼尾随而入 他们的家业里 窜进了咒诅 这等人要赶快悔改 因为虚晃而得的食物 虽然甘甜 在地狱里 任何甘甜的碎切 都要呕出来 四 正人君子必须悔改 他们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污点 没有什么大罪 人看他们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 他们太好了 对求怜悯的诗篇不屑一读 其实 这等人往往落在最可怕的景况 他们不用悔改 礼教把他们摧毁了 他们把礼教变成了基督 就此传臣墨顶 道德是攀不上天堂的 他只不过是雕琢过的天性 有首先的人 是老亚当穿上了好看的衣服而已 君王的形象假冒地印在铜钱上 不能成为通行的钱币 礼义君子似乎有上帝的形象 可是他只是铜币 无法冒充为通行货币 礼义首先不足以拯救人 人的生命也许披上了道德 但情欲却并不曾消灭 他心中可能仍充满骄傲和无神主义 美好的叶子底下 隐藏着毛虫 我不是说要因礼义而悔改 而是说你只不过是礼义的人罢了 房屋打扫装饰整齐 撒但正好进去 道德的标志就是用礼义打扫好 用一般禀赋装饰好 却未曾用真正的悔改洗净 乌鬼正要进入这样的屋子去 若礼义足以拯救人 基督就不必死了 礼义是好看的灯 却缺乏了恩典的油 五 假冒为善的人需要悔改 我是指那些 故意让自己陷在这罪里的 假冒为善是伪装成圣 假冒的人 或称为作戏的人 比道德家更近一步 他披上宗教的外袍装扮 装作一套敬钱的样式 却不承认能力的来源 假冒为善的人是小丑圣徒 表演精彩 像穿上紫袍的猴子 假冒为善的人像外壳漂亮的房子 里面每个房间都是漆黑的 他是金玉其外 败续其内 公开的面罩底下 藏着腐朽的浓窗 他反对浓妆艳末 却在脸上涂上神圣 外表看来良善 使他可以尽量行恶 他披上塞缪尔的袍子 却演出魔鬼的角色 因此 这个字的原意是利用假装来傍读 假冒为善的人 似乎定睛在天上 心里却充满污秽的情欲 他违背良心活在隐藏的罪里 他随波逐流 或做鸽子 或做物鹰 他聆听真道 却也听说谗言 他虽在殿中敬拜 使别人推崇敬佩他 却忽略家庭和密室的祷告 真的 若祷告未能使人离开罪 那么 罪就使人离开祷告 假冒为善的人 假装谦卑 为要在世上高升 他是信仰的冒充者 他利用信仰做外袍 不是盾牌 他手持圣经 却不是藏在心里 他整个信仰是假装的 虚晃的 这世代真有这样的人吗 愿上帝赦免他们神圣的模样 假冒为善的人活在苦胆之中 啊 他们要怎样在尘土中自卑 他们已腐败至极点 唯一能挽救的 是服食言则中悔改的处方 让我坦白地说吧 没有人比假冒为善的人更难悔改 他们在宗教里混久了 诡诈的心已不懂怎样悔改 假冒为善比狂热更难治疗 他心中的尖累难以攻破 若尚未太迟的话 呼求上帝怜悯吧 犯了假冒为善的罪的人 要恐惧战惊 他们的景况既污秽又可悲 污秽是因为他们不是选择信仰宗教 而是心怀诡计 他们并不喜爱他 只是粉饰而已 可悲有两方面 首先 这虚诈的手法不会长久 他不过扯起标志 没有心中的恩惠实质 终究必崩溃 其次 上帝的怒气在假冒为善的人身上 特别沉重 他们羞辱上帝 糟蹋福音的美名 因此 上帝必留下见带中最凶的建设他 若异教徒被定罪 假冒为善的人必加倍定罪 地狱称为假冒为善者的地方 似乎主要是为他们预备的 是无条件承受的产业 六 属上帝的人必须悔改 他们是恩典里做成的功 是真以色力人 他们必须每天献上流泪的计 为信仰论者认为 人一旦接受了信仰 就可以奉旨安然度日 除了欢心快乐之外 再没有什么要做的了 当然有 他们还要悔改 悔改是经常的举动 敬虔的忧愁 必须继续不断 直至死时方止 耶柔尼写信给 累得说 他的一生必须成为悔改的人生 悔改是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 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做的事 乃是悠长的 一生之久的 属上帝的人要流泪目洗 岂不是有许许多多理由吗 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的事吗 你每天难道没有过饭吗 你虽然是钻石 难道没有瑕疵 我们岂没有念过 上帝的儿女有着弊病 要拿上帝话语的烛光 照亮你的心 看看里面有没有需要悔改的东西 冲口而出的论断 要悔改 你没有为他人祈祷 反而立即发出叛语 不错 圣徒将要审判世界 但时候未到 要等待 记住使徒在灵前四比五的提醒 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为虚伏的思想悔改 这些思想在你脑海里蜂拥 有如法老殿中的苍蝇 人的幻想中充满何等的虚幻 若撒旦不能占有你的身体 他要占有你的狂想 恶念存在你心里 要到几时呢 人可以胡思乱想 以治下地狱 圣徒们啊 要为你脑子里的轻浮 狂想而自卑 为虚荣的衣室悔改 真奇怪 上帝给人遮羞的衣服 竟成为人自豪的东西 上帝吩咐敬前的人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使人的衣饰奢华暴露 这个世代下地狱是时髦的事 但不管人家怎样 犹大却不可犯罪 使徒保罗以开列信徒外表 该怎样穿着 正派衣裳 还有内在该穿着的 以谦卑束腰 为在恩典中退步而悔改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信徒啊 你的灵魂是否藏在低潮里 你是否藏在寒流之中 你昔日热爱之火 甜蜜的灵 如今何在 恐怕已逝去了 啊 要为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而悔改 你所承受的产业没有增长 要为此悔改 健康是产业 财务是产业 智慧恩赐是产业 上帝把这些交托你 是要你使他增长荣耀他 他拆你到世上 向商人差代理商到海外贸易 要为东主赚利 但你却没有尽本分做好 你能否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 已经赚了五定 啊 你埋藏了你的产业 要为此哀伤 你多少年日 没有好好活着 反而浪费时光 你要为此伤痛 你昔日时光充满的 不是纯酒 而是泡沫 为忘记你的神圣誓言 而悔改 誓言是灵魂 与上帝所结的盟约 信徒啊 你既已与上帝相系 是否以背弃所立的约 你因被约失去了平安 这实在要再流泪洗净 你承受这许多祝福 却为之感恩回报 要为此悔改 你一生活在白白的恩惠中 你享受白白的赐予 你蒙上帝怜悯 奇妙无穷 可是 你对上帝的爱在哪里 雅典人 对不知感恩图报的人 要素知于律法 信徒啊 神难道不因你忘恩 而素知于律法吗 必将羊毛和麻夺回来 我要凭律法把它夺回来 为你生活属世而悔改 你口里自称的 有如天堂鸟 在高空飞翔 汲取天堂的甘露 可是 你其实是蛇 吃地上的尘土 八路是个好人 上帝用这话斥责他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为分门结党而悔改 这是你盔甲上的污点 使别人远避信仰 当然 与恶人分别出来 这是基督的样式 他远离罪人 但若属上帝的人 自相分裂不合 那么 若我们眼睛如天星之多 也不够为此哭泣 分门别类使教会的荣美玷污 能力削减 上帝的灵如公义的火蛇 降临在圣徒头上 但魔鬼却将分裂的心带来 这实在值得哀哭如雨 谁撒下这般种子 岂能经得住洒泪 你在神圣的世上犯罪 要为此悔改 多少时候 对神的敬拜冰冷行事化 在自傲中变酸 孔雀的羽毛多于鸽子的呢 宗教的职责成为虚荣的舞台 多可悲 信徒啊 你的事工拜提太厚 恐怕没有多少肉可让神享受 请看 悔改的功夫在此最关键 忧伤的浪潮当生的最高 因为属上帝的人犯罪触怒他 比其他人更甚 恶人的最次伤基督的泪旁 敬前的人犯罪 却伤上帝的心 彼得犯罪 是悲逆了多深厚的爱 最为残酷 以致他满脸泪痕斑斑 思想起来就哭了 三 一切罪都要悔改 我们要为原罪 深深痛悔自卑 我们的灵魂已失去 那起初纯净的景况 本性已腐败玷污 原罪如毒素 已渗透全人 犹如耶路撒冷的局域 一种下便蔓延全地 地狱也没有什么罪比 我们更甚 最良善的人也如彼得的大步 里面满了污秽的爬物 我们要经常为这原始的败坏而哀痛 因今生涌脱不掉 这就如地下水泉 虽看不见 却不住在涌流 要停止罪的运作 就等于想止住脉搏的跳动 这与生俱来的堕落 在属灵的事上拖累阻言我们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原罪就如普里尼所说的 鱼叫做海蛮 会粘住船的龙脊骨 行驶时便大受障阻 罪恶如重担拖累我们 在天堂的路上迟缓不前 啊 罪得千万 保罗把手上的毒蛇扔在火里 但我们无法再今生扔掉 这原始的腐败 罪不是留宿一宵的旅客 他是长期居留者 住在我里面的罪 他铲着我们如同发高烧一般 这人可以转换环境 但这病仍随着他 原罪是无法清除的 如海洋无法倒空 罪的枝叶也许凋谢 却绝不衰减 我们遇犯罪 就遇充满罪 原罪就如寡妇的油 遇到出来就遇增加 另一个破损心灵的戾气 就是原罪与恩典惯性般的搞混在一起 正因如此 我们往天堂的运动 变得这样迟钝乏力 信心何以毫无尽力 岂不因为被感官所梗塞 爱上帝的心 何以不能炽热纯净 岂不因为被情欲所牵绊 原罪污染了我们的心 恩典只能微弱地呼吸 因此 我们若体察原罪的真面目 就必哀伤流泪 特别要指出的 是要为败坏的意志和情感而哀伤 首先 为败坏的意志哀伤 意志若不遵从正途的准则 就偏行恶路 意志不喜欢神 非因上帝是良善的 乃因上帝是圣洁的 意志坚持要抗拒神 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 所出的一切化 向天后烧香 我们的意志所遭受的损伤 是最厉害的 其次 要为我们情感 他牵而哀伤 他已转移离开了正确的物件 情感有如见之 射不重目标 起初 情感如翅膀 像神飞升 如今 他如垂腹泪 远离上帝 我们要为情感的倾向哀伤 我们一心爱醉 又以受造之物为乐 我们的爱情有如填浮 专以分为良 那么 在哀伤的整个画面里 情感的偏差 占必然的一席之地 岂容置疑 我们本来就往地狱堕落了 情感更多推上一把 再来用心审查实际的罪吧 让我说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他们有如太阳里的原子 如火炉里的火花 我们眼里有罪 是虚荣的窗户 我们舌头有罪 燃起情欲 事实上 我们有什么行动 不流露出罪 要数算的话 就如数算海洋的水滴了 这样 我们要在主面前 为这些实际的罪行 窃窃悔改 第七章 悔改的动力 为要更加催促人悔改 我在此陈述一些强劲的推动力 叫人悔改 一 忧愁悔改 向上帝俯伏清心 使我们能承担神圣的执事 一块粗签未经熬炼 没有什么用途 若把它融化 就可以倒进任何模型 成为有用 同样 心灵硬化成为一团醉 没有什么用途 若悔改融化了 就成为有用 一颗融化的心 最适宜祈祷 试看保罗 当他的心谦卑融化了 便正在祷告 同时 融化的心 也疑于听上帝的话 这使上帝的话 产生美好的功效 当约西亚的心千柔自卑 一听见上帝律法的话语 便俯伏撕裂衣服 他的心如辣融化 能接受上帝话语的任何烙印 一颗融化的心 溢于顺服 当心灵如同金属在轰炉中 溢于锻造 可铸成任何形状 主啊 我当作什么 悔改的心顺服上帝的旨意 回应他的呼召 如同声音的回响 二 悔改必蒙悦纳 若心灵的园子 有鼠灵的河流灌溉 那么这园子便成为伊甸园 上帝所喜悦的园子 听说鸽子喜欢有水的地方 同样上帝的灵向鸽子降下 也喜悦悔改的水泉 上帝喜悦人的心声 莫过于破碎的心声 上帝所要的计 就是忧伤的灵 玛利亚站在耶稣的脚前哭 奥古斯丁说 他带两件东西给基督 告油与眼泪 他的泪比油更可贵 泪是求怜悯最有力的呼求 他默默无声 却在说话 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三 悔改促使我们全面的释放 从上帝而来的忧愁 就如苦菜调和 成为上帝美味的佳肴 这时候 最一听进上帝的话 觉得扎心 此外 从破碎心灵的祭坛 献上的祷告 是上帝所悦纳的 正如那睡力垂胸的祷告 上帝呀 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祷告直达天堂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祷告若非出自知罪的心灵 不能触及上帝的耳朵 四 不悔改便一无所获 有人庆幸自己知识广博 但若没有悔改 知识有何用 能克服一件罪 胜于明白一切奥秘 不洁的思想家正如撒旦 化身为光明天使 学识加上坏心肠 就如漂亮的脸孔 体内患了癌症 没有悔改的知识 不过是点燃往地狱的火炬 五 悔改的泪是甜美的 这泪可与墨药相比 虽含苦味 却有香甜的气息 且舒畅人心灵 因此 悔改虽然本身苦涩 却有甜蜜的果效 带来内心的安宁 人的灵魂能祥和地融化 就最能扩张 最能享受内力的欢乐 亚压山大大地在大将尼尔塔斯长征平安归来时 喜极哭泣起来 圣徒也是一样 经常喜极而泣 悔改的西伯来字有的安慰的意思 真的 再没有比悔改的人更快乐的了 哲学家说 眼泪有四种特质 湿润 咸味 热 苦 悔改的泪也是如此 热 好暖和冻结了的良心 湿润 好软化刚硬的心 咸 使在最终腐化的心灵得以调味 苦 使人脱离世俗的爱恋 我想加上第五样 甜 它使心灵内力欢欣 忧愁都变成喜乐 奥古斯丁说 人要为罪忧愁 却要因忧愁而喜乐 眼泪是最佳甜品 大魏是以色列之善哭者 也是以色列的歌者 悔改者的忧愁 就如临产妇人的苦楚 妇人生产的时候 就忧愁 因为它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同样 自卑的罪人忧愁 带来恩惠 正如新生的人 何等大喜乐 六 人从重罪悔改 必蒙怜悯 摩大拉玛利亚是个大罪人 用泪洗基督的脚 蒙了赦免 有福尔丁基督在十字架的犹太人 一旦悔改了 所流的血就成了医治他的良药 你们的罪虽像诸红 必垫成雪白 诸红在希腊文叫做Dibson 因为是两次进入染料区 永无法再洗去 但我们的罪虽像诸红 上帝的怜悯仍可把他洗去 对那犯了滔天大罪 自觉无望的人 是何等大的安慰 是的 只要他们真诚回转归向上帝 他们的罪必然除去 不再纪念 你说 啊 我的罪无比污秽 切勿因不肯悔改 而把罪扩大 悔改把罪完全取消 像权位曾发生一样 你说 啊 我蒙赦免后又在犯罪 必然不再蒙怜悯了 我知道诺瓦天派主张 人再陷入罪里 就再没有悔改翻身的余地了 可是 这实在是错的 上帝的子民陷入 同样的罪例子很多 亚伯拉罕 两次说谎 含糊蛮骗 罗的两次乱伦 亚撒是个好国王 却两次犯自信的罪 彼得也两次凭肉体而害怕 对这些现在同样的罪 一次以上的人 可以安心 只要他们诚心悔改 就有恩惠的白旗 为他们树立 基督吩咐我们对悔改的弟兄 每日饶恕七十个七次 若主这样吩咐我们 他自己岂不更乐意 这样对待我们肯悔改的人吗 我们饶恕人的怜悯心 岂能与他相比 我这样说 并不是鼓励那些不悔改的罪人 而是安慰绝望的罪人 以为悔改也无用了 他已不再蒙怜悯了 七 悔改是属灵福气的入口 悔改使我们在恩典中的着丰盛 它使沙漠中玫瑰盛开 它使心灵如埃及的田野 在尼罗河水满溢时 花果丰收 经过悔改的泪洒滴 恩典的花开得前所未有的灿烂 悔改带来知识 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犹太人眼前无知的帕子 借悔改便得以除掉 悔改又能把爱染亮 抹大拉玛利亚的眼泪 表明他爱多深 上帝特别保存这些心灵 愁苦的泪水 好浇灌圣灵的果子 八 悔改带来今生的福气 先知约尔劝百姓悔改 应许他们必得着今生属地的福分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穀 新酒和油 把水放进抽水机去 只会抽出水来 但看将泪水放进神的瓶子去 便会流出酒来 我必赐你酒和油 最摧毁地上的果子 你们撒得种多 收得却少 悔改却使石榴掌芽 葡萄皆是累累 住满上帝的瓶子 他就充满你的篮子 你若归向全能者 必得黄金如尘土 悔改使归向上帝 就带来灿烂的丰收 九 悔改使得免受审判 当上帝要毁灭一个国家时 悔改的罪人能拦住神的手 正如亚伯拉罕拦住天使的手 尼尼为人悔改 使上帝的手收回 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外在行径的悔改 能阻挡消除神的愤怒 亚哈已卖身恶道 但当他尽食撕裂衣服 上帝就对以利亚说 他还在世的时候 我不降这祸 若撕裂衣服能挽救一国 免于审判 若撕裂心肠 果效将如何 十 悔改带来天上的欢乐 天使也有圣日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赞美是天堂的音乐 悔改是天堂的欢乐 当人拒绝救恩 冻结在罪恶里 魔鬼便满怀欢喜 但当一个灵魂悔改 归回基督 天使们欢欣无比 十一 试想我们的罪使基督付上 何等大的代价 想到我们的罪使基督付上的代价 何等大 必叫我们血流如注 基督是磐石 当他手被钉 泪旁被刺 这磐石被击打 便流出水和血来 基督为我们忍受这一切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我们得尝莓果 他却尝醋和苦胆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他的每一血管都流血 爱在他的身体里 遍体唠嗑着 十二 上帝发的祸患就此完结 不论是身体的疾病 财产的损失 都是为唤醒我们离开罪恶 使悔改之权涌流 为何上帝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经历火舌的考验 岂不是为叫他们自卑 为何上帝把马拿西降卑到最低 把黄金冠冕变成枷锁 岂不是要领他悔改 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马拿西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上帝 一个人带坐昏睡 要治好他 最好莫过叫他发高烧 同样 一个昏迷的人 开心模糊 上帝要治好他这病态 就把他放在极端的际遇中 灾祸连连 使他从安乐窝中惊醒 悔改归回上帝 十三 哀伤的日子即将完结 眼睛洒下几场咒语之后 就必享受无尽的阳光 基督要预备手帕擦干眼泪 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信徒们 你们很快便要披上赞美衣 有白袍代替麻衣 凯歌代替叹息 送赞代替身吟 生命权代替泪水 鸽子哀鸣的时刻已过 雀鸟歌唱的日子将到 天上歌声应和 这就带尽下面一点 十四 悔改后随着快乐荣耀的报场 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无花果树的叶和根是苦的 但果子是甜的 悔改在肉身来说 似乎是苦的 但看哪 有甜美的果子 永生 土耳其人幻想 今生之后有个乐园 有精美食品 有金子无数 有丝绸紫红衣饰 有天使用银杯金碟 送来红酒 这景象是享乐者的天堂 可是上帝真正的乐园 却有人测不透的欢乐 含有的美物 是眼睛未曾看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上帝要领悔改者 从哀伤之家进入盐宴所 那里除了荣耀别无所见 除了音乐 别无声音 除了爱别无他病 那里完全圣洁无瑕 充满说不出来的喜乐 不但如此 圣徒将要忘却孤独的时刻 在上帝的安抚中 甜蜜无比 沉浸在神圣的乐和里 信心啊 你所要承担的 比其所获得的报偿 算得什么呢 悔改与将来承受的荣耀 其比例相差何等浩大 罗马有个节目 是用喷泉加冕 神有一天 也要用波涛的泉加冕在头上 若在哀伤之家停留一会儿 却能像彼得 约翰在山上的建筑变相的荣耀 虽然仍模糊不清在营里 却是乐极忘形的经历 有谁不愿意呢 上帝白白恩典的报偿 如此广大深远 我们若能在今生略略亏的将来的荣耀 就难以忍受在地上再活下去了 啊 有福的悔改 在黑暗里有多么光明的一面 在苦碑底下铺满甘甜 十五 悔改的另一个动机 就是看看不悔改的可恶 刚硬的心是最坏的心 称为实心 若是铁心 还可以在红炉中融化 但实在火中也融不掉 反而非但在你面上 不悔改的最令基督伤心 耶稣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医生不会因为疾病而生气 但病人若蔑视他的药方 就大大冒犯他了 我们若拒绝他叫人悔改的药方 却更令他生气忧愁 也许别的最深重症是如此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形 刚硬的心无法接受刻印 不能承受任何任务 Steven Gardner临终的话实在可悲 我和彼得一样否认了主 却无法与彼得一样悔改 啊 闭塞的心病入膏肓 法老的心刚硬如实 比水变血更可怖 大卫有三个受审判的选择 瘟疫 刀剑 饥荒 他三样都可以选而不愿选刚硬的心 不肯悔改的罪人不受劝导 也不怕威吓 这等人不会与彼得同哭 却如犹大哀气 刚硬的心就如铁针 神工艺的铁锤将永远在旗上敲打 十六 悔改最终的动机 就是上帝的审判 这是天使的论点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按公义审判天下 到了那审判的日子 实心也要淌血 人若知道捕首将至 还会继续行窃吗 罪人若知道审判将近 还会继续犯罪吗 你无法把罪收藏 也无法自辩 你的罪全都写在上帝的册上 刻在你的额上 那时 你有何对策 到那可怕的一天 耶稣基督穿着审判者的袍子 对罪人说 站前来 为你一切控罪答辩 你的诅咒 淫荡 刚硬不悔改的罪行 你有什么话说 那时 罪人将何等惊恶恐慌 他被定罪之后 要听见可悲的审判 离开我去吧 那时 不肯为罪懊悔的 将为自己的愚昧而懊悔了 这样的日子即将来临 上帝要审判不前不劫的人 岂不激发人快快悔改吗 悔改的心灵到那日 要抬起头来 满心安慰 蒙审判者亲手宣判 无罪释放 第八章 赶快悔改 另一番告诫 劝勉 就是要赶快悔改 如今却吩咐 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主不喜悦 深秋才献上的果子 他喜悦 极早悔改的人 把春天的花果 分别为圣城县 极早流得泪有如 清晨的露珠 更清新 更美丽 啊 不要把年日的渣子给神 恐怕他留下悲中 愤怒的渣子给你 你要赶快悔改 正如你希望神赶快施恩一样 因为亡的是甚极 同样 悔改必须赶紧去做 我们单言不悔改 是人的本性 正如哈该论道有人说说 时候尚未来到 人通常都不至于坏到透顶 总会想过回转补偿 只是长期单个拖延 最后心意完全打消了 如今在地狱的人 当初也有打算悔改的 可是撒旦竭尽所能阻止人悔改 他看见人真心想回 转更新的时候 便叫他再等一下 撒旦说 罪这叛徒迟早要死 不过再让他活一会儿 就是这样 魔鬼使罪获得缓刑 这一趟不必死 结果人担言太久了 死亡已把要做得完成 因此 让我陈述无可推诿的论点 劝人赶快悔改 一 如今是悔改的时节 凡事都该在和时节的时候做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如今 上帝向悔改的人满心怜悯 他伸出施恩的手 君王定下恩免的日子 当今正是灵魂的恩免的日子 上帝挂起白旗 愿意与罪人谈判 王子加冕的日子 会施赠财宝 宣布大赦 供应美酒 同样 上帝应许赦免罪人 福音的美酒源源不绝 如今是悦纳的日子 因此 来吧 现在就来 与上帝和好 借回改断绝罪屋 能抓住时机 是智慧之举 农夫趁季节播种 如今正是灵魂精神的时节 二 及早悔改 就遇少罪要对付 老罪人垂危床上 良心开始苏醒 你会听见他呼叫说 我所有的陈年老罪包围着我 像恶魔四面环绕我的病床 没有人释放我 撒旦在这里 他从前是我的诱惑者 如今成了我的控告者 没有人替我辩护 我将被拖到上帝的审判台前 接受我最后的轮亡 啊 这人的景况何等悲惨 他未到妻 已先经历了地狱 你若在罪的路上 及早悔改 就不必如此痛苦 你要对付的少得多 我告诉你吧 什么都不必对付 基督已为你对付一切了 你的审判官 就是你的辩护者 基督会这样说 父啊 这人是个大罪人 但心灵破碎悔改了 他若欠你的公益多少 算在我账上吧 三 欲早悔改 就欲使上帝得荣耀 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 能在这世代有所贡献 人丧失了生命 胜于失去生活的目标 年纪大财信主的人 多年在魔鬼手下服役 就没有多少能力 在葡萄园里工作了 十字架上的强盗 无法像保罗那样释放 我们若即早从罪回转 就能把生命出熟的果子献给神 生命耗尽了 是为基督而耗尽 我们欲多为上帝做工 就欲甘心面对死亡 死也就更加甜美 人在白天辛劳工作 当然乐于晚间安歇 那些一生荣耀神的人 在坟墓里自然安然汗睡 我们多为神工作 就多得赏赐 那用一棒赚得十棒的 不但得着基督的称赞 而且得着晋升 可以有全柄管石做成 持悔改的人 虽然不会失去冠冕 却轻薄多了 四 担言不悔改的 会招致危险的后果 担言带来危险 想想罪是什么 罪是毒品 其危险可想而知 罪是个瘀伤 瘀伤若不及早治疗 就会腐烂坏掉 罪恶若不及早医治 就会蚕食良心 引进咒诅 人为什么喜欢在 邪恶的帐篷里居住呢 他们活在 撒旦的权势底下 在仇敌领域下长居 危险至极 担言不悔改很危险 因为人在罪里欲久 就越难寻得悔改的门路 担言使罪更加巩固 使心更加刚硬 让魔鬼占据更深 正如植物出生时 很容易拔出 但当它的根 深入地里延展 一对人也拔不起它来 罪若生了根 就难以拔出 冰玉皆的酒 就遇难打碎 人再自以为 安全的地带冻结了 就很难打碎它的心 在罪里的挣扎欲久 心生的痛楚 避欲猛烈 罪有了巢穴 就不容易挣脱 罪像的长兄 来到父亲面前 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如今 你竟要把我抛弃吗 怎么在我老迈之年 如此待我 我一向以来 给你多少快乐呀 看罪怎样哀求人 关照它 正如报的斑点一样 担言或搁置悔改 是危险的 因为有三个日子 很快会过期 一 福音的日子会过期 这日子 阳光灿烂而甜美 却转眼极势 耶路撒冷 有他的机会的一天 却失掉了 无奈这是 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亚西亚教会 也有他机会的一天 至终登台 被挪移了 英国若眼见荣耀退去 日子将何等灰暗呢 我们追随福音 进入坟墓 将带着怎样的心情呢 失去福音比城市 被掠夺更可怕 头发斑白 他也不觉得 我不是说福音 在英国已日落西山 不过 我深信已在阴云之下 上帝的国弊 从你们夺去 这话多么可悲 因此 担言不悔改是危险的 恐怕福音的田地已搬迁 意向已止住了 二 人的蒙恩期限已过 摄若上帝说 恩典的途径 已不再生效 圣离已成了胎坠乳干的时候 怎么办 等到这样的宣告 才愿意悔改 岂非可悲 不错 没有人 可确定 他的恩典期已过 但有两个明显的征兆 可以预知 第一 良心已不再殉导他 良心 原是最心腹的老师 有时说福 有时责备 他会向拿单对戴维说 你就是那人 可是 人把这导师监禁起来 于是上帝对人说 不要再说话了 污秽的 叫他仍旧污秽 这征兆是致命的 表明他蒙恩的日子已过 第二 人数灵审睡冰冷到极点 什么也掀不起作用 不能叫他恢复知觉 耶和华将沉睡的灵 教惯你们 这是恩典日子已过的先兆 因此 担言不悔改多危险 恩典的日子快将过去 三 生命会完结 我们有什么把握会多活一天 人生的步伐踏向世界之外 人生舞台即将落幕 我们的生命有如蜡烛 即将吹灭 人的生命好比田野的花 比草更快枯萎 我们的年日归于无有 生命有如影飞去 身体像个器皿 只沉在一口气 疾病刺穿这器皿 死亡把它了结 啊 景象转瞬改变 不少童真女同日穿戴新娘婚纱和兽衣 死亡既如此突如其来侵袭 担言不悔改实在何等危险 不要说你明天才悔改 记住阿奎纳的话 神鹰 允赦免悔改的人 却没有鹰允赐他明天来悔改 我读过亚该亚 一个斯巴达人的诗迹 他正在畅饮之际 有人递一封信给他 叫他要立即打开 因为事关重大 他说 明天才管重大事 结果那一天 他便被杀 其实 人以为可以进访银线 白发长寿 死亡却一剪而断枝 Lost Magnus I 观察挪威的鸟 飞得比其他国家的鸟更快 并非因为他们的翅膀 比别的敏捷 而是天性知道 内地的白昼很短 不超过三小时 所以要尽快飞回潮去 因此 我们既知道生命短暂 死亡将至 就更该赶快成悔改的翅膀 飞往天堂 有人会说 他不怕突如其来的惊险 他可以在病床上悔改 我对病床上的悔改 甚不以为然 那把得救机缘 寄予短短几分钟的 实在险上加险 你担言不悔改直至病危的 请回答我这四个问题 第一 你怎知道 你有生病的时日 死亡的警告件 不一定穿过漫长的病桶 不少人突然身亡 神若杀时 收回你的生命 如何 第二 射若你生病一段时日 你怎知道 你会知觉清醒 不少人病中昏迷 第三 急获你神志清醒 你怎知道 你的脑筋能处理 悔改这一回事 疾病使人身心残弱 这时根本没有力量 照顾自己的灵魂 病人连利遗嘱 也几乎没能力 更不要说 处理心灵的平安 使徒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不是说 有人病了 叫他祷告吧 他乃是说 要请长老来为他祷告 有病的人无力祷告 无力悔改 他急或做 也必然做得不好 当身体残弱不振 灵魂需要振机 才能专注 人在病床上 易于烦躁过于悔改 圣经记载 当神倾倒第四个碗的时候 上帝击打居民 以火烧灼他们 他们就亵渎 上帝的名 却不悔改 同样 当上帝倾倒他的碗 用高烧灼焦人的身体 那罪人更宜于 亵渎过于悔改 第四 你担言不悔改 只等到卧病在床 怎知上帝到那一刻 会给你悔改的恩典 上帝通常行法 在健康时 轻忽不悔改的人 叫他生病时 心硬如铁 你一生抗拒上帝的灵 你以为他会听你的召唤吗 你放弃了上好的机会 也许不会再遇 另一趟圣灵的春巢 仔细思量 必叫我们赶快悔改 不要以重病床的机会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 到我这里来 疾病死亡的冬天即将来到 要赶快悔改 在冬天之前做成这工 你们今日听他的话 第九章 悔改的试炼与安慰 若有人说自己已经悔改了 我想请他慎重地用 使徒在哥林多后书 七点十一分 所罗列的那七项悔改的表现 来审查自己 一 殷勤 希腊原文里 这字表示逼切审慎地脱离 任何罪恶的试探 真正悔改的人逃离罪恶 有如摩西逃脱毒蛇 二 自诉 希腊字是维护的意思 这样解释 我们虽然谨慎行事 也会因试探的强度 而陷在罪里 这时 悔改的心灵 不会让罪在人心里审尽滋生 而会为罪审判自己 他在主面前痛哭流涕 奉基督的名恳求怜悯 直到蒙赦免才罢休 这样 他的心在没有罪疚 可以在撒旦面前 为自己辩护 三 自恨 悔改的人 他的灵恨最透顶 正如人见了 深仇大恨的对手 热血沸腾一般 悔罪的人厌恶自己 但为称自己愚昧无知 如畜类一般 当我们畏罪厌恶自己 上帝就加倍喜悦我们 四 恐惧 融合的心是个颤抖的心 以悔改的人尝过罪的苦果 他被独针刺透 又已与上帝和好 就害怕再接近罪恶 悔改的心充满恐惧 他怕失去上帝的欢心 因上帝比生命更好 他怕因为不够殷勤 而与救恩不相衬 他怕心灵变得柔软之后 悔改的水会冻结 再一次在最终刚硬起来 长存敬畏的 变为有福 犯罪的人犹如鳄鱼 无所惧怕 悔改的人惧怕 因此不犯罪 为蒙恩的人犯罪 却毫不惧怕 五 想念 酸枝能刺激胃口 同样 悔改的苦菜 能刺激向往 悔改的人向往什么 他向往更有能力 抵挡罪恶 从罪恶里得释放 不错 他已脱离了撒旦 就如罪犯从监牢出来 却仍牵着铁料 他仍未能在上帝的路上 自由奔跑 他渴望脱掉罪的枷锁 不再腐败 他像保罗那样呼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呢 总而言之 他渴望与基督同在 凡事以他为中心 六 热心 渴望与热心放在一起 十分贴切 表示真正的渴望 必然引起热切的工作 悔改的人何等努力于福音的工作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他何等努力 热心催逼人追求上帝的荣耀 热心虽遭遇困难 却因敌对的势力更加奋勇 漠视危险 热心使悔改的心灵面对挫折 面对一切敌对困扰 持守神圣的忧愁 热心使人为神的荣耀 奋不顾身 保罗悔改回转之前 对信使恨之入骨 悔改之后 却被人认为 他因基督而疯狂了 保罗 你癫狂了 其实 那是热心 不是癫狂 热心激发人的灵 人的使命 热心使人在信仰上火热 正如献祭的火 恐惧是罪恶的神 同样 热心是使命的鞭策 七 责罚 真正悔改的人追捕罪恶 有一份神圣的恨物 他要把罪至之死地 有如参孙为双眼向非力使人复仇 悔改的人对付罪 有如犹太人对付基督 把苦胆和醋给他喝 他把情欲钉死十字架上 真正属上帝的儿女 勿求对付罪恶 尤其是亏负神荣耀的罪 克兰迈曾用右手签订教皇的条款 就自己对付自己 在受刑时先把右手放进火里去 戴维犯罪玷污他的床 悔改后 以眼泪浸透了床 以色列拜偶像犯罪 后来把偶像羞辱静静 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 你要玷污 抹大拉的玛利亚眼睛银鞋犯罪 就从惩治眼睛开始 以眼泪洗基督的脚 她的头发也犯罪 缠住她的情夫 如今惩治她的头发 以头发擦基督的脚 以色列妇人频频装半更衣 用镜子炫耀自己的美貌 后来为了对付这事 也因为热心 就把镜子献上 用在上帝的会幕中 此外 那些行法术的 用各种神奇的魔术迷惑人 一旦悔改后 就把书焚烧了以作成制 以上就是悔改的果子 蒙福的标记 我们心灵中若有这些成分 就已达到真正的悔改 是永不后悔的 要当心 我要对那些真悔改的人提醒一下 虽然悔改是必须的 也是极其美好的事 以上已经说明了 但是要小心 切勿把悔改抬得太高 罗马天主教就犯了双重的错误 一 他们把悔改变成胜利 基督从来没有这样吩咐 除了他能设立胜利叫人持守 还有谁可以如此行 悔改不能成为胜利 因为没有外在的标志 没有外在标志 就不能成为正式的胜利 二 罗马天主教把悔改作为功德 他们说悔改可以十足地赚取赦免 这是大错特错 不错 悔改使我们适合承受怜悯 正如篱笆把泥土疏松了 适合种子生长 因此 人的心灵借悔改破碎了 就可以接受赦免 却不是什么功德 神不能拯救不悔改的人 却不是因他悔改而赚取的 悔改是条件 不是因由 无可否认 悔改的人是宝贵的 正如贵沟利说 眼泪是献祭的之油 又如巴西流说 是心灵的良药 伯纳德说 是天使的美酒 不过 眼泪不能补偿罪过 我们因罪而流泪 却无法偿还罪债 奥古斯丁说得好 我听过彼得流泪 却没听闻他因此得以赦免 唯有基督的血能 使人祸赦免 我们悔改的上帝喜悦 却不因悔改而满足他的要求 若信赖悔改的果效 便是把他当作了救主 虽然悔改把我们的罪物清除 但唯有基督的血能 洗除罪疚 因此 切勿把悔改奉为偶像 不要因心灵受了罪的伤痕 而有所已是 要信靠基督为罪所受的伤痕 当你泪流满面时 要对主说 主耶稣 用你的宝血洗我的眼泪 安慰悔改的罪人 下面要说一些安慰的话 信徒啊 上帝是否已赐你一颗悔改的心 要知道下列三件事 让你得享永恒的安慰 一 你的罪以得蒙赦免 罪的赦免包括福分在内 上帝所赦免的 他赐下冠冕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资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悔改的状态 就是得赦免的状态 基督对那哭泣的妇人说 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赦免的印记刻在柔软的心上 啊 你的眼若为罪气流如全 基督的泪旁 便成为你的喜罪之泉 你悔改了吗 上帝看你就如同 你从未犯罪一般 他成为你的朋友 你的父亲 他要拿出最好的袍子 披在你身上 上帝已与你和好 就如浪子的父亲 搂着你景象了你 圣经里把罪笔做云 悔改把这云驱散 赦免的爱就历时照亮 保罗悔改以后 得蒙怜悯 我蒙怜悯 人心里打开了悔改之拳 怜悯之拳就从天上倾注 二 上帝把你的罪恶忘怀静静 上帝饶恕罪到忘怀的地步 不要纪念他们的罪恶 你犯罪悔改 觉得无地自容吗 主不会就是重提 把你的罪再翻出来 彼得痛哭悔改之后 不再谈到基督提及 他怎样否认它 上帝将你的罪头诸身海 怎样投法 不是当作软木树皮 乃是当作一块千绳到海底 主不会再拿出来审判你 当上帝赦免你 就如债主在帐步上删除了债项 有人问 属上帝的人在末日时 他们的罪会不会陈述出来 主说他不再记着了 已把他删除了 那是再提出来 也不能损害他 因为帐步的债项 已经抹去了 三 如今良心得以述说和平 啊 良心是美妙的音乐 良心变成乐园 信徒可以在那里安享甜美 采摘喜乐的花朵 悔改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仰望他为父亲 不是法官 他是从上帝而生的 是他国度的后嗣 他被上帝的应许四面环抱 只要一摇动树 必有莓果摘下 最后 真正悔改的人面对死亡 也得安慰 他一生流泪度过 如今进入死亡 一切眼泪擦干 死亡不是毁灭 而是从监牢释放出来 你看 悔改的罪人 有多大的安慰 马丁路德说 他回转之前 忍受不了 悔改 这苦涩的字 其后 却感到何等甜美 B十章 除掉悔改的障碍 说到悔改的益处与途径以前 先要排除悔改的障碍 生活在这城市 若没有水 就要寻究阴游 是否水管破裂或阻塞 使水流断绝 同样 若悔改的水不流通 就要考察原因何在 悔改的水不涌流 到底有什么阻塞呢 悔改的障碍有十项 一 人不体会自己需要悔改 他感谢上帝 使他样样顺利如意 却不觉得有什么要悔改 你说 我是妇人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人若不知道自己身体有毛病 就不会服医生开的药方 这就是罪的恶作剧 他不但叫人患病 而且失去知觉 主呼唤人转向他 人顽梗地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因此 当上帝吩咐人悔改时 人说 为什么悔改 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差错 疾病中 最可怕的 莫过于突发的 中风麻痹了 二 人以为悔改 是很容易的事 不过说几句祷告吧 一声叹息 或说求上帝怜悯 便大功告成了 认为悔改如此容易 是极错谬的 是悔改的大障碍 人犯罪时 胆大包天 这正是这一项悔改的障碍 这想法使人大胆犯罪 钓鱼的人把鱼线尽量放长 然后拉回来 同样 人以为他可以尽量犯罪 然后随时想悔改便拉回来 这样势必会令他更放胆作恶 因此 要除掉认为悔改很容易的错谬 想一想 一 恶人的罪就 重压如山 岂能轻易从重担中起来 救恩是一跃而得的吗 人能从罪恶中一跃而进入天堂吗 他能从魔鬼怀中一跃而投入亚伯拉罕的胸怀吗 二 罪人若用尽浑身之力抗拒悔改 那么悔改绝非一事 人天生的本能已与罪结盟 我喜爱别神 我必随从他们 罪人宁可失去基督和天堂 也不愿放弃情欲 死亡 能使夫妻分离 但也不能叫恶人离开罪恶 悔改是否真的那么容易 天使能把坟墓的石头滚开 但除了上帝自己 没有天使能滚开人心的石头 三 依靠上帝的怜悯 不少人从这朵美艳的花朵损了毒液 基督耶稣将是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竟意外地叫许多人灭亡 对蒙照的人 他是生命的良 但对恶人 他却成了绊脚石 他的血对某些人 是甜酒 对其他人 却是麻辣的苦水 有人在公义太阳下软化 有人却更加刚硬 有人说 啊 基督死了 他为我成就了一切 因此 我可以安枕无忧 什么也不避理 这样他从生命树损息了死亡 因救主而灭亡 所以 我是这样看上帝的怜悯 他出人意外地成为许多人毁灭的阴友 人以为上帝的怜悯 可以让他继续犯罪 其实 一个国王的大赦恩免 是否意味着国民可以叛国 诗篇说 上帝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他 而非让我犯罪 人能否故意抗拒公义 而指望赦免呢 那些已是上帝 有丰盛怜悯而犯罪的人 上帝绝不会施怜悯 四 品性怠惰不振 人是悔改为吃力的苦差 愿安享余生不愿费神 他们宁肯睡着下地狱 也不愿哭泣进天堂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巷口撤回 他也不肯 他不愿费力垂胸痛悔 不少人宁愿失去天堂 也懒得滑奖度过悔改之河 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那么更美之物又怎能坐而得之 懒惰是灵魂的癌症 懒惰使人沉睡 诗人的创作十分精彩 话说罗马神话的使者 Margary崔白眼巨人憨睡 用神棒闭上他的眼 然后杀了他 撒旦用他的邪术 叫人在怠惰中憨睡 然后把他毁灭 有人说鳄鱼睡觉时张开嘴巴 印度鼠便钻进他的肚子 吃进他的内脏 同样 人安然酣睡的时候 便被吞食了 五 最终之乐 到喜爱不义的人 醉是甜酒 混合了毒液 醉人也知道醉中有危险 可是也有欢乐 那危险的恐慌 及不上欢乐的迷惑 柏拉图称爱醉的心为魔魁 最终之乐使心硬化 真正的悔改必须为罪忧伤 但人怎会为所爱恋的忧伤呢 享受最终之乐的人 根本无法为拒罪祷告 他的心被罪缠又日久 不愿及早离开 参孙爱恋大力拉的美色 他的胸怀成了他的坟墓 当人以罪为甜果 在舍底是笋 使他痴迷不悟 直至死地 最终之乐是私质的吊井绳索 岂不知终久必有苦楚 六 误以为悔改会剥夺我们的快乐 其实这是错的 悔改不会致快乐于死地 反而澄清它 使它脱离罪的阴影 属世的喜乐是什么 不过是狂妄的欢愉 如维吉尔说 我们在虚假的欢乐中度过黑夜 属世的欢乐 就如一生假笑 愁苦接踵而来 正如魔术狮的棒 历史转为毒蛇 但属上帝的悔改 正如参孙的狮子藏着蜂蜜 上帝的国在乎公义 也在乎喜乐 世上没有任何人比悔改者更快乐 哭泣带来一种特别的满足 喜乐游是专为破碎的心而清流的 喜乐游代替悲哀 在普拉莫的田野长着一种野草 十分茂盛 其中有甜之叶可以制药 同样 悔改的心就如鸭伤的芦苇 能产生甜美的喜乐 是从上帝的灵而来的 上帝把水变为葡萄汁 使人的心灵振奋欢乐 若非悔改的心灵 还有谁会欢乐呢 他承受了一切应许 岂不足以快乐无边吗 上帝居住在痛悔的心里 怎能没有快乐呢 我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悔改不会让基督徒的音乐消失 反而把音符提高 且更加美妙 7.悔改的另一个障碍 就是意气消沉 罪人说 悔改对我是妄想 我罪恶滔天 没有希望的了 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他们却说这是枉然 我们的罪友如高天 怎能投诛深海 人因不幸看罪如血之鲜红 看上帝如穿着袍子的法官 他只会飞跑逃走 而不会进前去 这是危险的 其他罪行会寻求怜悯 但绝望则抗拒怜悯 他把基督恩辞的血泼在地上 犹大被定罪 不止因为他背叛凶杀 而是他不相信上帝的怜悯而毁灭 为什么我们对上帝存这样冷酷的观念呢 他对回转的罪人有丰盛的慈爱 怜悯因公义而欢心 上帝的愤怒虽猛烈 他的怜悯能停息 虽尖锐 怜悯能软化 上帝看怜悯为他的荣耀 我们的怜悯如点滴 上帝却是发慈悲的父 是我们一切恩慈的源头 他是恩慈怜爱的神 我们一痛悔 他的心便融化 我们一流泪 上帝的怜爱便发动 因此 不要说没有希望 只要驱散你犯罪的盈磊 上帝就立时撤销他的审判 记住 多少弥天大罪 在神无边慈爱的大海中吞灭 马拿西使街道上血流如河 但当他泪如永泉 神便大发慈悲 8.希望侥幸得以赦免 人在罪中自我安慰 以为上帝宽容他这样一段日子 不再打算惩罚他了 审判期既一再延期 就不再审判他了 他心里说 上帝竟忘记了 他眼面永不观看 上帝固然是长久忍耐 宽容罪人 借忍耐促使他们悔改 可是 却更显明 他们的邪恶 上帝欲宽容不行罚 他们欲担言不悔改 要晓得 忍耐的期限即将过去 到了时候 神要说 我的灵 就永远不住在他里面 债主或许会宽容欠债的人 但并不等于债相不必清理 上帝留意他忍耐的时钟 怎样溜走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形 也许别不但不悔改 更加上放纵 结果怎样 看哪 我要叫他病卧在床 不是舒适的床 而是病患的床 他要在最终残弱耗尽 上帝的建设初欲久 伤口就呲得欲深 抗拒上帝忍耐的罪 使他的地狱加倍灼热 九 另一个悔改的障碍 是怕受责备 我一悔改 便暴露了自己 受人家的击窍 异教徒说 学习智慧的正路 就是要准备受人的嘲讽 与指责 不过 要留意责备你的是什么人 有些人不认识上帝 属灵上狂妄无知 这样无知的人责备你 何必介意 疯子笑你 谁会介意 恶人责备你什么 因为你悔改 你是尽自己的本分而行 把他们的责备 当作头上的冠冕吧 你悔改而受责备 远胜于不悔改 而被上帝定罪 你若不能因信仰 而忍受一点指责 就别称自己是基督徒 路德说 基督是被盯的人 受苦是圣灵的对付 啊 责备算得什么 不过是十字架上的木碎 不屑一顾 更不用放在心上 十 最后一项悔改的障碍 就是贪爱世界 以希洁的听众的心贪婪无厌 怪不得他们刚硬反叛了 世界占有人的时间 迷惑他们的情怀 使他们无法悔改 他们宁肯置黄金于口袋 不愿流泪在上帝的瓶中 我曾读到许多土耳其人 只顾殷勤耕作 对于教会祭坛全部理会 同样不少人根本不理会悔改这回事 只顾离耕松土 而不耕云荒废的心田 经急把上帝的道窒息了 圣经记载人用各种属世的借口 推辞基督邀请的言习 第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农庄、商店等等占据了人的时间 无暇理会自己的灵魂 黄金的重量阻碍了银线般的泪 在撒迪尼亚有一种像乳香的香草 若吃多了 会令人笑着死亡 世界就是这种香草 人放任地吃它 就会笑着死亡 而不是悔改离世 以上所说悔改的障碍必须挪开 使泉水更为清澈 第十一章 悔改良方 第一部分 仔细思量 最后 我要开些促使人悔改的良方 第一幅促使人悔改的良方 是慎重的证实它 我思想我所行得到 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浪子醒悟的时候 认真地反省自己狂放奢华的生活 便会改回头 彼得想起基督的话 就痛苦起来 人若肯仔细思考衡量事态 就能从犯罪的路径上折回 一 首先 仔细思量罪是什么 毫无疑问 罪所包含的邪恶 势必足以叫人悔改不已 罪里有以下二十种邪恶 一 每种罪都是偏离上帝的 上帝是至善的 我们成熟的福乐 都是与他联合而来 可是罪如强劲的歪力 把人的心扯离上帝 罪人向上帝告辞了 他与基督和怜悯道别而去 他向罪每走一步 就背向上帝一步 他们离弃耶和华 往后退步 人欲离开阳光 就欲走向黑暗 人的灵魂欲离开上帝 就欲接近愁苦 二 罪是背弃上帝 西伯来文中 犯罪与背叛是同一自根 罪是上帝的反面 上帝的意念怎样 罪的意念恰相反 若上帝说要以安息日为圣日 罪就说要亵渎他 罪直接的攻击上帝本身 若办得到的话 他要兴好兴好上帝 不要在我们面前 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 多么可怕的事啊 一团尘土 镜子高大 与造他的主对抗 三 罪伤害上帝 侵犯了他的律法 是极度的背叛 有什么比见他宪章 更伤害这位君王呢 犯罪是蔑视天上的律例 他们将谜的律法丢在背后 似乎不屑看一眼 罪剥夺上帝所当得的 人所配得的 你不给他 就伤害了他 灵魂是属上帝的 他有双重的拥有权 他创造他 又满熟他 如今 罪从上帝手中偷了过来 把原该属上帝的送归魔鬼 四 罪是极度的无知 学着说 所有罪都见基于无知 若人知道上帝的圣洁公义 就绝不敢继续犯罪了 他们增长势力 恶上加恶 却不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无知由此与情欲连接起来 无知地胎生出情欲 雾气多在夜间升起 同样 罪的黑雾 也从无知黑暗的灵魂升起 撒旦在罪人眼前撒下烟雾 叫他看不见上帝愤怒的火箭 飞鹰先在沙土打滚 然后飞袭鹿儿 拍一把沙土打进鹿的眼睛 使他不能看见 这才用爪来击杀他 同样 撒旦这飞鹰 这空中的掌权者 先用无知叫人盲目 然后用诱惑的飞镖 击伤他 罪岂不是无知吗 真是极需要为无知而悔改 五 罪最终引致绝望 人的过犯势必伤害他的灵魂 他所走的路 是无底深坑的悬崖 愚蠢的罪人啊 你每一犯罪 都免不了伤害自己的灵魂 人喝毒液 不丧生才怪呢 亚当异常禁果 便失了乐园 天使一犯罪 便失去天堂 扫罗一次犯罪 便倾国丧邦 你下一次犯罪 神可能把你与定罪者一同拘禁 你大可以在罪恶路上飞食 但你不知道 上帝是否让你多活一天 是否还叫你有悔改的心 你在绝境中狂乱也来不及呢 六 罪恶充满了污秽 雅各书一章十一节叫它做污秽 希腊字是指浓窗里的腐臭东西 罪恶被称为可增之物 且是复述的 罪的污秽是内在的 脸上有污秽 很容易抹去 但若肝脏肺隐藏污染 就难得多了 罪的污染 尽了人的思想与良心 比喻做污秽之物 在律法中是做罪不洁之物 罪人的心有如不满粪便的田野 有人看罪如装饰物 其实它是排泄物 罪使人充满污秽 上帝根本无法与他相近 我的心厌烦他们 七 罪是极丑陋的忘恩 罪人啊 上帝用天使的食物喂养你 用各样恩慈为你的冠冕 你岂可继续犯罪 正如大卫说拿巴 我为那人看守所有的 实在是枉然了 同样 上帝为罪人所做的一切 也是枉然了 是的 上帝的恩惠足以斥责指控忘恩的人 上帝说 我赐你聪明 健康 财富 你却用这些来与我作对 使我给他五股 辛酒和油 又加增他的金银 他却以此供奉巴利 我供给他们需用 他们却拿去供奉偶像 欲言中的蛇腰被冰冻了 有人拿到火上给他解冻 却被他咬伤 同样 罪人拿上帝的恩慈来毁咬他 这是你恩待朋友吗 上帝赐你生命来犯罪吗 上帝给你工资来服侍魔鬼吗 八 罪使人卑贱 尊荣尽费 我必因你笔漏使你归于坟墓 这里说的是一位君王 他诞生时并不笔漏 乃是罪使他笔漏 罪污染我们的鸣 污染我们的血 圣经说 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只是长了大麻风 九 罪是亏损 每一项罪 都是无可计算的损失 在罪中流连的人 绝无昌盛可言 他损失了什么 他损失了神 他损失了平安 他损失了灵魂 人的灵魂是从天上点燃的火花 是上帝创造的荣耀 这样的损失 如何能补偿呢 若失了灵魂 就失了最宝贵的 因此 罪是无以计算的损失 罪这门生意 跟他走得必然破产 十 罪是个重担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罪人身上负着重担如枷锁 这重担处处随着他 罪是上帝的重担 我必压你们 如同装满和捆的车压物一样 罪是灵魂的重担 Spear的重担有多重啊 犹大良心的重担 沉重得以致他要自杀吊死 才能止息他的良心 认清罪的真面目 必然为所背负的重担而悔改 十一 罪是债项 圣经比喻做一千万银子的债 我们所欠的一切债 罪债最为可怕 其他债项竟可以逃往他乡躲避 但罪却不能 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 上帝知道所有欠债的人在哪里 死亡可以解决其他的债 但不能解决这个 债不是欠债的人死了便了结 乃是债主死了 方使债了结 十二 罪迷惑欺哄人 恶人经营 得虚服的工价 罪其实是个骗局 他表面上讨人欢心 其实迷惑了他 罪正如雅易所行的 先拿奶和油给西西拉 然后把病打进他的额头 把他杀死 罪先讨好 后杀戮 他先做狐狸 然后做狮子 无论谁犯罪 都必被出卖而受害 岂是陆里的蝗虫 正好代表罪的标记和象征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棉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有尾巴像蝎子 罪就像放高利贷的人 先用钱供应人 然后令他拿田地来抵押 罪先供应罪人 以欢乐美物 然后以他的灵魂抵押 由大得三十两银子 而快乐 至终成为虚晃的财富 问问他如今觉得 这项交易是否划算 十三 罪是属灵的疾病 有人患骄傲的病 有人患情欲的病 有人患恶毒的病 罪人就如患病者一样 他口味不正常 最甜美的东西 反觉的苦涩 因此 上帝比蜜甘甜的话语 罪人觉得是苦的 以甜为苦 罪既为疾病 就不该当作乐事 乃要借回改的医治 十四 罪是个捆绑 罪捆绑人 做魔鬼的学生 被奴役是人生 最可悲的事 每个人都被 自己的罪恋牵绊着 奥古斯丁说 我信主以前 并不是被铁链所困 乃是强丸的意志 把我锁住 罪是险恶的暴君 他被成为一个律 对人有挟制的权利 罪要罪人怎样行 他就怎样行 其实 他并不一定 很享受他的情欲 只不过他服役于他 他为满足种种情欲 而疲于奔命 我见过 王子像仆人在地上不行 人的灵魂原是尊贵的王子 坐在统治的座位 以知识和圣洁为冠冕 如今成了罪的奴役 魔鬼的狗腿子 十五 最有恶性循环的本能 他不单伤害那人本身 且牵连其他人 一个人犯罪 会引致许多人犯罪 正如一个灯塔发光 会令周围许多灯塔 同时点亮 一个人可以玷污许多人 他若患疫症 又在人群中行走 就不知多少人 会从他染上疫症 你若公然犯罪 就不知多少人 会受你影响 你该知道 如今在地狱里多少人在哀嚎 说若不是你的坏榜样 他们不至于落到这地步 十六 罪带来苦恼麻烦 神给女人的咒诅 也同样放在每个罪人身上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人筹谋犯罪时 挖进心思脑汁 罪既怀了胎 就在愁苦中生产 例如一个人 竭尽九牛二虎之力 扯开水闸 一打开了 洪水便汹涌而至 把他淹没 因此 人竭尽心思 图谋犯罪 结果满心苦恼 家业倾腹 连房屋带墓时 都毁灭了 十七 罪是荒谬的 有什么比讨仇敌欢心 更荒谬的事 罪使撒旦欢心 当情欲怒火 在人心灵中焚烧的时候 撒旦就在火里取暖 人的罪 是魔鬼的言习 昔日 参孙被召出来 给非利士官长 戏耍玩乐 同样 罪人让魔鬼玩耍作乐 人的罪 就是他的酒肉 他看见人用灵魂 换取世界 他就开怀大笑 正如用钻石换取核草 或用金钩钓 又小又贱的鱼 审判之日 所有恶人都必定是渔夫 十八 每一件罪都是残忍的 你每犯一件罪 就把你的灵魂赐一下 你对罪仁慈 却对自己残酷 正如福音书里 那人用石割伤自己 流血不止 罪人就如那狱卒拔剑 要杀自己 灵魂在呼喊说 我在谋杀呀 自然学者说 应宁愿喝血而不喝水 同样 罪喝灵魂的血 十九 罪是鼠灵的死亡 死在过犯罪恶中 奥古斯丁说他悔改之前 独到Didel之死 总禁不住流泪 他说 我因Didel被捏习弃而自尽 哀哭流涕 却没有因离弃上帝 而灵魂死亡哀哭 我是如此失丧的人 犯罪的生命 就是灵魂的死亡 死人毫无知觉 因此 为重生的人对心里的上帝 毫无知觉 你劝他寻求救恩吗 就如对死人眼说宣告 何用之有 你指摘他的恶行吗 就如鸡打死人 有什么用 死了的人全无知觉 就是圣言在他面前 他也不会品尝欣赏 同样 罪人尝不到基督的甜美 也尝不到应许的甘香 仿佛在死人口中 木然无味 死亡使人腐朽 就如马大说 拉撒路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同样 一个恶人已在最终死了三四十年 就更可以说 他必是臭了 二十 犯罪不悔改 引致最终的定罪 玫瑰因自己长出来的害虫而死 人也因灵魂滋生的腐败而灭亡 希腊的特洛伊木马 有人这样说 这机器是为毁灭你的城而造 这句话同样可以对不悔改的人说 这犯罪的机器是你灵魂毁灭的工具 罪恶的最后一幕总是悲惨的 Diagros Florentinas嬉笑着喝下毒汁 就此丧生 人在欢乐中喝下毒汁 却付上灵魂的代价 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罗门描写酒的话 也可用来描写罪 酒发红 在杯中 虽然下咽舒畅 终久咬你如蛇 赐你如毒蛇 基督也提及那重雨火 罪像犹一样 上帝的愤怒则如火 罪人不住犯罪 火也就不住焚烧 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 可是 人却不相信这真理 像磅毒的Devonax被指控 他的恶行必叫他入地狱 他却轻蔑地说 我要到了地狱 才信有地狱 未到以前 我不信 我们无法把地狱灌进人的心思 为等到他们进入地狱 至此足见罪的绝顶邪恶 人若肯认真思考 必然会悔改归向上帝 可是 人若知道这一切 却仍坚持犯罪 一心走向地狱的路径 那有什么办法 他们明知道罪 是叫灵魂灭亡的完食 仍甘心情愿地冲向他 自取灭亡 那么他们的血 就在自己头上了 二 其次要仔细思量的 就是悔改必须体会上帝的恩慈 完食罪易破碎于软枕 食心也罪易破碎于神恩慈的软枕 他的恩慈是灵异悔改 王的恩免很快便是 作恶的人归正 上帝的审判 已经在别人身上严厉地施行 但他却以恩慈劝你归毁 一 我们消极方面受过什么恩慈 避过了多少困阻 逃掉多少恐惧 当我们一步一滑 上次的恩慈把我们扶持 在我们与危难之间 有恩慈隔开护卫 当仇敌如狮子扑过来 要吞灭我们 白白的恩典 把我们从狮子口抢救出来 在深海浪滔中 恩慈的绑壁在我们以下 把我们的头举起在水面上 这种消极的恩慈 岂不足以叫我们悔改 二 积极方面的恩慈何其多 首先 上帝供养的恩慈 上帝是何等丰盛的赐福源头 一生供养我 直到今日的上帝 有谁会为敌人摆上风言 上帝却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 供养我们 他赐下有与密的恩慈 倾倒在我们身上 上帝善待我们犹如我们 是他的忠仆一般 如此风足供应的恩慈 难道不足叫我们悔改 第二 是拯救的恩慈 我们行进坟墓的边缘 上帝奇妙地把我们救活 他把残废的阴影变作尘光 以得救的乐歌充满我们的口 这拯救的恩慈 岂不叫我们悔改 主用尽方法 以恩慈来破碎我们的心 《诗世纪》第二章记载 有使者传达上帝恩慈的信息 百姓就放声而哭 若有什么能感动人流泪的 必然是上帝的恩慈了 上帝伟大的慈神爱索 仍不能叫他悔改的 这人确实是顽梗 到底的罪人了 第三方面是留意神安排苦难的手法 当火焰在下面燃烧时 人岂能不转变 近年来上帝把我们送往苦难的学校去 与他的审判双管齐下 他把两项威吓同时放在我们身上 我使以法连如虫柱之物 上帝岂非使英国的贸易如虫柱之物 还有 我必像以法连如狮子 上帝岂非使英国被瘟疫吞噬 一直以来 上帝等待我们悔改 只是我们继续犯罪 我留心听 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 无人悔改恶行 说 我做的是什么 最近 神用城里害人的火灾 作为鞭策我们的形杖 象征着末日的烈火 那时 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昔日约鸦等稻田被火烧了 才跑去找鸦砂龙 同样 上帝放火烧毁我们的房子 要叫我们悔改归向他 耶和华向这层呼叫 智慧人毕竟为他的名 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杖的惩罚 这就是行杖的呼声 叫我们谦卑在上帝大能的手下 以施行公义 断绝罪过 马拿西的苦难带来悔改 上帝使用这些方法 对付人的自义 他们的母亲 行了淫乱 犯了败偶像的罪 这样 上帝要怎样对付他呢 因此 我必用荆棘的篱笆 拦住道路 因此 对付骄傲的人 用羞辱为荆棘 对付淫欲的人 用疾病为荆棘 两者都是要止住犯罪 刺激他走向悔改的路 上帝教导人 正如积淀教导书歌人一样 捉住那城内的长老 用野地的经条和急责打书歌人 这是何等哀痛的词句 同样 近来上帝也用荆棘般的际欲 教导我们谦卑 他把我们金黄的羊毛撕毁 把我们的房屋拆平 卫教我们的新降碑 我们如今 若不痛哭流涕 还等到何时 上帝的审判最正确 最足以叫人悔改 奈何上帝也吸气凯探 何以这般严厉 也未能叫人离罪 我时宇停止 不降在你们那里 我以汗风煤烂你们 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 可是 上帝的凯探依旧 你们仍不归向我 上帝的审判是循序渐进的 起初 上帝给人较轻的十字架 若不生效 便加上更重的十字架 起初 上帝使人经历轻微的颤抖 其后转为高烧如焚 有时 上帝使人经历海浪中迷失 后来经历儿女的失丧 再转为丈夫的失丧 这样 上帝逐渐增添强度 为领人悔改归回 有时 上帝的审判便寻全地 人人都尝过他的滋味 我们如今 若不悔改 就是轻灭神 这表示 我们催促上帝 实行更严厉的一招 这是邪恶的顶峰 无法蒙赦免了 当那日主万君之耶和华 叫人哭泣哀嚎 谁知人道欢喜快乐 万君之耶和华 亲自默示我说 这罪孽直到你们死 断不得赦免 昔日罗马有这样的条例 当国家在危难时期 若有青年人头戴玫瑰花冠 在窗前玩耍 他必受严厉诚挚 这样 若有人故意犯罪作恶 变本加厉 还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嬉笑 这人该当加倍的刑罚 昔日 一郊的海员在风浪中悔改 我们若不立即悔改 把罪抛进大海 就比一郊更不如了 第四方面 要想想若不悔改 到末后的日子 我们有多少带算账的专案 多少祷告 多少劝导 多少独责 要列在账目上 每一篇讲章都要成为空词 至于那真正悔改的人 基督会为他们答辩 他的血洗去他们的罪 上帝白白恩典的一袍覆盖他们 耶和华说 当那日子 那时候 难寻以色列的罪孽 亦无所有 难寻犹大的罪恶 也无所见 那在良心的低等法庭审判了自己的 在天堂的高等法庭 将无罪获释 可是 若不悔改 罪必在末日一一清算 那时我们必须自己答辩 没有可代言申诉 啊 不肯悔改的罪人啊 现在要细细思量 你将如何面对你的审判者 你的案件已宣判定罪 你的申诉必然在庭前被拒 上帝兴起 我怎样行呢 他查问 我怎样回答呢 因此 你现在就要悔改 否则 要准备答辩 看你来到神的审判台前 有什么可以自辩的 上帝兴起 你怎样回答他呢 第十二章 悔改良方 第二部分 悔改与不悔改的景况 悔改的第二幅良方 就是做慎重的比较 比较一下 悔改与不悔改的景况 看看有什么分别 把它展现在你的眼前 在圣经的亮光下 分别出不悔改的景况 何等可不 悔改的景况 何等暗疏 浪子未回到傅家之前 景况多凄惨 他耗费尽了 在最终沦落为企儿 除了糟糠之外 一无所有 他与猪群为伍 可是 当他回到傅家 他逮着最上好的 有袍子给他披上 有戒指给他戴上 又把肥牛犊 为他宰了换宴 若罪人继续不肯悔改 那么基督与怜悯都不见了 若他悔改 历时天堂出现在他心里 基督属于他 一切归回安息 他可以对灵魂倡议 取安魂诵 灵魂哪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只管安安逸逸 我们归回上帝 在基督里所承受的 远超过我们在亚当里 所失去的 上帝对悔改的人说 我要以公义的袍子 给你穿上 以圣灵的珍宝恩会 使你富足 我要把国度赐给你 我儿啊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朋友啊 请你比较一下 为悔改前的产业 和悔改后所得的 悔改之前 全是云雾风暴 云雾遮盖山地的脸 风暴在心里翻腾 悔改之后 气候全然转变 天上充满何等的阳光 内心何等平静安稳 信徒的灵魂犹如 奥林匹亚山 清朗光明 无风无浪 第三个悔改的催化计 就是坚定不移 要离罪的心智 不是有口无心的意念 而是破釜沉舟的誓言 你公义的典章 我曾启示遵守 不管罪中有多少欢乐 与诱惑 也绝不能叫我被约 不能有任何犹疑 也不与血气磋商 到底离罪与不离罪 哪个是上策 要如以法连说 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官赦呢 我不再被罪所愚弄 也不再被撒旦欺骗 如今我与情欲签了离婚证书 要知道 除非我们有这义无反顾的觉知 否则罪仍会回头复苏 我们就永无法甩掉这毒蛇 怪不得那不肯 觉知与罪为仇的人 就必被他征服了 不过 这觉知必须建基于基督的力量 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必须谦卑降服的觉知 正如大卫 他出去打哥利亚时 先脱去傲气与自信 脱去他的盔甲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同样 我们靠着基督的能力 与情欲的哥利亚作战 通常人若想与别人联合 就会与他结盟 因此 既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离罪 就该与基督结盟 以他的能力与可耻的腐败对抗 第四个悔改的催化剂 是恳切的护求 异教徒一手福离 另一手向苏米女神Series举手 因此 我们也曾用过这方法 现在要单单向神仰望 求神祝福 要求他赐下悔改的心 主啊 你吩咐我悔改 求你赐我悔改的恩典 求神使我们的心 犹如圣洁的小路 泪流滴滴 恳求基督看我们一眼 像当日看彼得一样 他就出去痛苦 要呼求神的灵帮助 当圣灵击打心灵的石头 就使水涌流而出 他使风刮起 水就流动 当神的灵风吹拂 泪泉便涌流 我们向上帝悔改 有很好的理由 一 因为这是他的恩赐 这样看来 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了 阿米念派的人认为 悔改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其实 我们可以硬着心肠 却不能使它软化 自由意志的冠冕 从我们头上掉落 真的 我们不但无能 而且强顽固执 因此 要恳求上帝赐下悔改的灵 他能使食心流出血来 他的话一出 便带着创造更新的能力 二 我们必须向上帝求助求祝福 因为这是他的应许 我也要赐给你们肉心 我要用我儿子的血 软化你们强顽的心 上帝的手 上帝的印记 明明可见 此外 还有另一个恩赐的应许 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把这应许便做你的祷告 主啊 赐我恩典 叫我一心归向你 第五个悔改的催化剂 是要竭力追求更深认识上帝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约伯观看了上帝的威荣与圣洁 就谦卑悔改 厌恶自己 西伯来文的意思是责难自己 我们一旦看见上帝的圣洁 有如清澈透明的玻璃 一般就必看见自己的污渍 懂得哭号痛悔 最后 要竭力加增信心 这与悔改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因为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信心的眼睛仰望神的怜悯 使心解冻 信心带我们到基督的宝穴里 这些使人软化降服 信心劝导我们投入神的爱 这爱催人痛气 以上铺沉了悔改的途径与动力 余下的 就是要怎样脚踏实地地去实行了 让我们真诚切实去做 不要像笔剑一般比比样式而已 乃要像战士一般真正去悔改对付罪 我要用诗人的话做结束 那带着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和捆回来 诗篇126章6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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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